-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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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我講完了 - 你們可以聊史特了 - 哈哈哈哈哈哈 - 嘿還醒著吧 - 各位 現在是1.37分 - 比剛剛那邊講到那個什麼2點以後才在聊 - 早了半個鐘頭好不好 - 開心著 開心著 - 還醒著 奧運也要開幕了 -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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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那個女子跳高 我可能會看一下 只有女子跳高嗎 沒有喔 沒有 如果這樣講我還比較喜歡運動 我會看摔角好不好 WWE 都看WWE啊 我最喜歡看那個 那個什麼 Chris Benoit給人家三段摔 然後那個什麼 可惜他自殺 而且人家還不願意再提他 靠 好 來 死侍與金剛狼 死侍與金剛狼 中國大陸亦死侍與金剛狼 他不是都一樣 香港亦死侍與狼人 是一部2024年美國超級英雄電影 改編自漫威漫畫旗下 角色死侍與金剛狼 由漫威影業最大努力 與21世紀娛樂 共同製造 共同製作 華特迪士尼工作室電影發行 該片為2018年史詩電影史詩2的去機 同時是漫威電影宇宙的第34部電影作品 屬於漫威電影宇宙第五階段 由瑞恩 薛恩呂為指導 是博物館金魂夜跟鋼鐵雷台的導演 萊恩雷諾斯 雷特瑞斯 保羅維克尼 占博威爾斯及李維 共同編劇 修傑克曼 艾馬可琳 艾馬可琳 艾馬可琳是這個什麼 王冠 戴安娜 他被列明啊 這是女X教授 X教授的妹妹 還有馬修 麥費迪倫 達希先生 有2016年電影 死是惡棍英雄史詩取得商業成功後 20世紀福斯開始開發兩部劇集電影 2019年3月迪士尼完成收購21世紀福斯後 死是與金剛堂的製作工作就被擱置了 死是的影視控制權被移交給漫威 該角色加入漫威電影宇宙之後 同時保持限制級的分級 劇情勒 在前做的六年後 死是維德威爾森不再擔任雇傭兵 以一名汽車銷售員的身份 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 也沒有窮困潦倒 對 就在此時時間變異局 早上門意外促成他與另外一個宇宙的金剛狼羅根 共同成章一項 將改變漫威電影宇宙歷史的重大使命 好吧 他這樣也沒有算雷了 不過我個人覺得如果你們今天要聊的話 那就把他雷了吧 對啊 對啊 那個什麼不雷怎麼聊啊 好吧 基本上都是雷點 基本上都是雷啊 那個什麼 因為你知道 好吧 這大概也是那個什麼 很久以來齁 大家就開始在那邊緊張兮兮 以前看什麼片你們都沒有擔心雷 現在看十四 與金剛狼就擔心得不得了 那個什麼 你講這個是不是爆雷 龍捲風暴你怎麼不擔心 啊 弗利歐莎你怎麼不擔心 你不在乎嘛 對不對 那現在就很在乎 那個什麼 所以你們這個雙標 我才不會因為你們雙標 然後就從了你們 媽的 來聊吧 直接放雷啊 對啊 就直接雷人靠杯 那要聊那個什麼 你們不想被雷就不要進來聊 那個 就不要進來聽了嘛 來 不是 我那個唯一不了的開的鏡頭 你們這些要聊的都不開 是怎麼回事 我好尷尬啊 他們 沒有還好啦 那個什麼 一直只要抱著貓 就一點都不會尷尬 你知道嗎 我的貓就跑去睡覺了 好啦好啦 我們熊寶那個時候 一聽就把鏡頭打開 你是不是裸體啊 你會先穿個衣服 這是裸體 為什麼 為什麼這時候要當鋪路狂 沒有熊寶以前每次開鏡頭 都沒有穿衣服耶 你知道嗎 很奇怪 你知道嗎 幹嗎 你是不是沒有冷氣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特意要秀肌肉之類 那你就擺個po 沒有 是不是最近那個什麼二頭肌 鍛鍊的不錯之類 沒有啦 沒有啦 然後那個要我們又摸一下 嗯 Fern 我做了那麼機會 好啦好啦 那個什麼 等一下我看一下 統計一下誰看過 我知道大俠剛剛去看了 對還有什麼 有 熊寶是有看嗎 他就是 你知道 藍波有看是吧 有 我有看 有有有 然後那個 Briant有看嗎 有啊 有 噢 許耳華有沒有看 還是他睡了 噢他睡了 他應該 處在 迷流狀態 噢 吉米 他明天才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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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才會看 那吉米有看嗎 有啊 你剛剛這不是在 就是說爆雷的 不是你不是在講我嗎 就是我嗆熊爆那個 沒有我不是在說你啊 我是在說所有人 對 對 我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那天我嗆他 是因為他自己先答應別人說 因為藍波那天 就是在我們群組說 你看了你先不要講 他姓氏當然跟人家說好喔 他在群組裡面留言 姓氏當然說好 我不說 結果媽一看完之後 果不其然他們講個沒兩句 就開始 就開始被個爆發爆雷 我必須要講那個 醋哥一心爆雷 然後我才跟著爆的啊 那醋哥都爆了 為什麼 你先答應啦 問題你答應了啊 那以後他都像放屁一樣啊 對啊 每次發言人家說 我會改喔 都知道 那什麼都那個 我覺得吉米其實 跟熊寶是一對 然後他們真的很互相針對 對啊 你們這隊怨偶 就是那個時候 一見了面就要互相弄對方 然後那個 我只能說你們越弄對方 我就覺得你們兩個感情越好 你們兩個在一起吧 人 明天下午10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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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兩個人拔一打 然後就爆在一塊 開始爆錢結紋了 什麼爛爛事啊 好煩 充滿激情 充滿激情 好 好 那誰要先說咧 藍波嗎 先讓那個很少發言的人 藍波 征服先寫 你們先講 我現在 我現在要有點忙 你們不記得這首歌嗎 我以前 那個腦袋裡面還有 你知道嗎 中式那個 藍波 然後我們小時候特別喜歡唱 因為這個東西 可以那個時候 拐彎然後罵髒話 你知道嗎 因為他最後的那個時候 最後的副歌就是 藍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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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有些雞巴一點 直接講藍趴 不要不要不要 這個會被ban的 那個到時候又ban人家 那個什麼 那個叫 就是不當言語 你知道嗎 我的 我的點很冷屁嗎 我的點基本上就是 那個什麼 要能夠讓你們這些老人家 突然間想起你們童年的時候 的事情 等一下等一下 這邊也有 不是老人的啊 也不是老人啊 Gate的到這個點吧 Gate不到嘛 對不對 我就完全Gate不到 你Gate不到 那你就沒看藍波 你知道嗎 對我完全沒看 不是也很相信 大家一直說自己年輕嗎 我小時候都看那個 大無敵跟魔神英雄算 大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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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大無敵 是那個 除暴突擊隊那個吧 那是不是 那是大英雄啊 喔那是大英雄 喔那個時候 大無敵是那個 火之魔洞王吧 魔洞王 火之魔洞王 那個什麼 對啊 沒有 這不是重點 因為當我在講藍波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在試圖維繫某種記憶 你知道嗎 你不記得沒關係 有記得的人記得 然後聽到我唱 你就會知道 哎靠還有一個傢伙記得這個東西 然後這影片就記下來 然後這個記下來這個影片 然後可能就 然後當然啦 他可能埋藏在數以千計的影片當中 他畢竟被留存了下來 數千年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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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星人來說 哇原來有一個長藍波 你知道 你看 這就是維持文化的一種方法 你知道嗎 OK 對 好吧 來那個什麼 藍波不講 那那個什麼 那你再講了 你們先講 你等一下再講 好吧 那熊寶了 我先 你那麼愛講 他怎麼不開麥 怎麼不開鏡頭 我不敢 不敢 我害羞 害羞 對啊 好啦 好啦 不勉強 這好像不太符合你的人設吧 害羞 他就愛講又害羞嘛 他的人設 那個什麼 避暑 避暑 那個什麼 那叫什麼 我先問一下你們 你們喜歡第二集嗎 我不討厭 第二集 但我覺得 但我比較喜歡第三集 還是第一集 稍微比較喜歡 但第二集也不差 沒有第二集是大衛 第二集的導演是大衛雷琪 不一樣 對啊 所以他們的風格是不相同 你知道大衛雷琪基本上就很 你知道 我覺得你們看了幾部大衛雷琪的片 大概都看得出來他的風格 就是像最近前一部 那個什麼 票房很差的 我們的那個特技玩家 那就蠻 那就蠻十四二的 所以 他是以各種特技 來當笑話 對 所以是發現他有一些缺陷 所以第三集再找了一個 比較全面性的導演來 這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我老實說 我覺得第三集的動作性很無聊 嗯 我覺得很好看耶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比 我覺得也沒有到特別好 欸 我剛剛在剛剛開始實況的時候有講 說也許是我年紀到了 你知道 我覺得他們每次在打架的時候 我覺得超屁 喔 我的感覺就是我在看神鬼傳奇1 你們兩個都死不了 為什麼要打架 有一點 對啊 那基本上你們就在發洩情緒 所以我就知道你們在發洩情緒 我就等你們弄完 嗯 嗯 那就是給我一種 唉 有道理 但是如果你還有感覺的話 就代表你還是年輕氣盛的傢伙 對啊 對啊 沒有你可以接受這個年輕氣盛 因為你就是年輕氣盛的人 這就是你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第二集 我當初看的時候 我覺得太正確 我覺得 有資金納入是很好事 可是我覺得 可能就是被大集團收購 就有點 有點 正確的那個 有點 幹怎麼說喔 怎麼說喔 變得太主流這樣子了 就我覺得很矯情 我當初我記得在看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討厭 我什麼時候在那邊說教 然後在那邊要 無緣故幫那個火拳 幫他解救這個東西 幹嘛的 我就看得很煩躁 然後第一集我覺得比較好看 然後 我覺得這一集 我找回第一集的感覺 就是 嗯 好吧 不過這一集其實也蠻正確的啊 如果我要講政治正確 我講的是 事實上你如果要說的是 第二集是一部家庭電影 然後史詩在一開始就吐槽了 說這次 我們其實是一部家庭電影齁 齁 齁就是把你可能會覺得 哎呀那個什麼 怎麼這麼的 怎麼這麼的 怎麼這麼的迪士 你的那個味道 就先說出來 我可能不能夠接受 為什麼他要這麼的扣容 家庭電影這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 很不符合史詩的感覺 然後 還有跟這集 我覺得為什麼 史詩要加入 復活者聯盟一樣 因為他就是自己一個 他也沒有動機要去加入那個 加入他們啊 我覺得很奇怪啊 嗯 嗯 對啊 沒關係你可以繼續說下去 等一下我們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對 而且他有點說 一開始是在616宇宙 可是他為什麼後來變成在100什麼多少的宇宙 他沒有解釋說 為什麼會 可以這樣反覆橫條 我其實那時候在看的時候 我有點 轉不太過來 為什麼 為什麼會 他可以存在到其他宇宙去 嗯 嗯 對我那時候在想的問題 我如果你們待會可以討論一下 然後 然後我覺得 我 這場戲我覺得蠻驚艷的 哪 我很喜歡 對對對開場戲的感覺 哪一場 第一場戲啊 拿那個骨頭在那邊打架的時候 我覺得 很驚艷啊 你說拿那個什麼 金剛狼的骨頭 金剛的骨頭 在那邊打架啊 雅德曼金屬 對啊 對對對 我覺得超驚艷的 我好喜歡的 超喜歡 你喜歡是喜歡什麼 我喜歡 喜歡他的那個什麼 他拿這件事情 惡搞的趣味 還是你喜歡看他打架的樣 對有 有惡搞的趣味 然後他打得又很爽快一點 都不拖泥帶水 就是 我感覺他打得很血清 可是又有一種 惡趣味的感覺 對阿 有點像 我 我才會說他開場戲 跟第一集有點像 對 第一集開場也是這樣子 類似這樣的感覺 其實已經有點忘記第一集的感覺 好 不過你繼續說下去 好 算了 好 然後我很喜歡 這部導演 因為我 他的那個鋼鐵類胎 跟那個 偷搞玩家 我自己也蠻喜歡的 但 雖然 這幾部比較起來 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偷搞玩家 然後 對 然後 我覺得 我 我還是 他 他開始跟那個快樂講話的時候 他有 他 這部裡面有用到很多那個脫口秀的那個 東西 我蠻喜歡的 就是 他跟那個黑皮在講說 你也是復仇者 然後說你的超能力是什麼 並排停車嘛 他覺得快笑死 對然後還有 然後去那個什麼 去那個 開始進到那個 虛無空間的時候 他就有Q到 欸 這個是那個瘋狂麥斯嗎 然後 他自己來說 那我們這樣子 為什麼被 版權怎樣的 然後後面 後面那個 那個蛋幹牙 蛋幹牙被幹掉的時候 他舉起那個頭說 那個 福利歐殺 我覺得快笑死 可是 可是我覺得 很奇怪的是 看過那兩部電影的人 應該不多 可是觀眾居然可以 接到那個梗 我覺得蠻厲害的 所以你去看的那個觀眾 大部分都有get到這個 有欸 有欸 應該是只有看過一告片而已 都知道這部電影 可是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去看電影 但至少知道有福利歐殺 對對對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情況 就是說這個形象 在他們當中 就是都知道 啊 這又是瘋狂麥斯了 看起來好像瘋狂麥斯 對對對 對 對他們應該有 有這個印象 嗯 對然後 我覺得 我看一下我的講稿 喔 對 那個大娛樂家 我覺得快笑死 沒有那個是因為 修傑克曼有演大娛樂家 我知道啊 可是他們 他有 他沒有拿那個悲慘世界來講 我覺得很可惜 對啊 對對對 然後 而且而且那一段 欸那個大娛樂家 觀眾也是被get到欸 沒有啊 也就是說 你的那一場 大概大家都知道 修傑克曼之前 有演大娛樂家 對 對 我 我覺得 不一定是看過 可是就覺得 死者這樣嘲諷很好笑吧 我覺得 我覺得當下應該是這樣 沒有啊 你必須要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才會笑啊 對啊 喔 布萊恩被挑 那叫劍齒虎 不是大哥 對 劍齒虎 但是那個劍齒虎 我記得 沒錯的話 那個劍齒虎 是那個X戰警第一代的劍齒虎 對啊 沒有他以前第一集 是叫大鋼牙 沒錯啊 劍齒虎是另外一個啊 不一樣的 沒有 那個是劍齒虎 沒有錯 是喔 但是X戰警一的劍齒虎 對 跟那個什麼 金剛狼 跟金剛狼第一集的劍齒虎 不是同一個人演 不是同一個人演 然後而且很奇怪的是 那就是 沒有 那在笑 其實我覺得那個 其實在嘲諷 X戰警系列 常常在詞書 嗯 他每一集設定都不太一樣 他每一集設定都不太一樣 然後又硬要說 他們有連貫 然後X戰警的那個金剛狼 的那個 就是金剛狼的那個 獨立電影的時候 劍齒虎 跟金剛狼 是他哥哥 對 可是問題在這邊的時候 他們兩個又不認識 所以他們看的時候 死事有稍微垂一下 那樣子 那是你哥哥耶 那是你哥 不認識他 幹的 好奇怪 這個沒有 這個你要 沒有 就是 就是他就在笑 他是在笑福斯的那個什麼 X戰警系列不連貫的 的那種 他在吐這個潮 但是 你知道你有看 你才知道他在笑什麼 這部片其實是給 有看過的人才不知道 我們這種看福斯電影 然後一邊看一邊吐槽的人 你才會知道他在說什麼 知道 知道吧 然後 然後就是 他去春月那一段 我本來 還在期待的時候 看到丹尼爾克的一個金剛狼 結果是 亨利卡威爾的 不會有點帥啊 沒有 那大概是最大的梗吧 哎呀 大家心中像那個什麼 最厲害的金剛狼 可是那還是不能用他 沒有 這個絕對更棒 這個也很棒 亨利卡威爾金剛狼 讚啦 這有傳過 這有傳過 他要演嗎 沒有啦 這個就是有傳言 他就是把一些網路傳言 就是 如果讓他演會怎樣 啊幹 好像還不錯 幹 懂了 我看一下 看一下哪邊沒有講到的 嗯哼 對 然後 六百字 六百字 前面剛才有些講過啦 我也蠻喜歡那個霹靂火客串 不行啊 那個蘋果說想分享螢幕 這是不行的 你知道 你一分享我們就被ban了 千萬不要這麼做 你要分享 好啦好啦 怎樣 快點啦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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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霹靂火的客串我也蠻喜歡的 嗯哼 嗯哼 對啊 然後 看我一開始也真的以為他是隊長 隊長 他就是要讓你這麼以為啊 對 對 對 然後 而且他 一出場那個 的感覺 我就覺得他一定會 裡面當人 不過我內心就有這個感覺 不夠聰明這樣子 是吧 這麼大咖的客 他一定客串啊 可是他能 他又 不可能 不會啊其他人也很大咖啊 對不對 可是我就有 我就有種預感啊 喔有這種預感 我就覺得這個角色會做死啊 喔 好吧 果然就 果然就 做死不是他 是別人害他做死的 我就覺得 史特一直以來 那個什麼 都常常不小心把人家弄死啊 而且他顯然超在意的 不然為什麼在最後彩蛋 那個隱藏片尾要 沒有 可是我看到有一個陰謀論 就是最後那個彩蛋是 實施用AI去做出來的 沒有 你自己回頭去看他 當時有沒有講這句話 對 但是就比你看第二次啊 對不對 好吧 想要確定嗎 再看第二次吧 然後我覺得那個金牌手我覺得很可惜啊 不是找那個泰勒集起來 我覺得他比較帥 沒有 你這個就不了解為什麼是找他 我知道為什麼啊 因為之前有傳言是要找那個啊 因為本來就是要讓他 當你卡圖要演啊 對啊 可是這個就一直沒有啊 對啊 就是所以就沒有了 等一次 終於把 你算原夢了 原夢 原夢 好 可以啊 反正他也很帥啊 對啊 然後還有看到那個 刀鋒戰士 他很久沒出來 我也很希望他之後可以繼續演 嗯哼 對啊 然後 然後 然後其實我 我看完到那個結局 我其實想到一個問題 我就很奇怪說 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貝論先生要 特地去發明這個機器 然後 有點多此一舉耶 你不覺得這個故事 就有點多此一舉的感覺 沒有啊他其實 這件事情 基本上就只是時光局的人 想要作死啊 他在做就是想要做一些 這種事情其實常發生的 那個在 你如果當過上班族 就知道了 開發項目 然後我現在必須要有 有所成果 我覺得我想要往上 我又必須要讓我的部門 那個什麼做一個蠻厲害的事情 對啊 公務員嗎 沒有 沒有 那個角色在某種程度上 他就是急於想要達成KBI的主管 是的 他就是想要 那個 要讓上面的人知道 這樣他就有機會 往上爬 但是他現在 你看到這邊就知道 你應該到電影的後半節 你大概發現了 你本來以為他是實控局的高層 但是看到後來發現他只是一個地方部門主管 因為那個 因為 洛基裡面的黑女人回來啦 對啊 你就知道那個才是大頭啊 大咖 他回來問說你幹嘛 對 不然我本來以為說 你怎麼是實控局裡面很厲害的人 他怎麼之前我在洛基沒看過你這個人 欸 後面才知道 覺得才是這樣子 對啊 對啊 喔 那我知道了 然後 所以最後是回到616宇宙嗎 還是回到100多少 還是 沒有啊 他講的就是 他講的就是他這一個地方的事情而已啊 喔 對 其實這個1001宇宙就是浮絲電影宇宙 對 然後這個浮絲電影宇宙就是羅根 就是羅根 就是羅根死掉的那個宇宙 對啊 對 喔 那我知道 所以就跟漫威宇宙不一樣了 對啊 這個宇宙向來跟漫威不是同一個宇宙啊 對 可是可是這又講到很奇怪一點 就是 那一開始六年前怎麼又可以跟黑皮面試啊 就是他這個世界裡面是有是有黑皮的呀 喔那個世界是有黑皮 就是在這個世界觀裡面也有也是有也是有復仇者 有黑皮也有小薄道理跟那個復仇者聯盟 對啊 當然這個有一些他們可以自己去解釋的地方 欸不對啊 可是一開始他說在六六宇宙啊 就跑 所以他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死士可以跑去別的宇宙的意思啊 他跑去六六六宇宙囉 是嗎 對啊 沒有啊 這個我真的覺得其實他有點故意 不是 這個我真的覺得他有點故意在那邊講說 死士那個時候本來要彈也要在裡面 因為在漫威 剛那個時候福斯跟漫威剛剛結合在A塊的時候 大家都一直在謠傳說 欸個戰警是不是可以加入到漫威啊 然後看起來這個時候就很搖擺啊 就是你可以看到在奇異博士2有稍微出來一下 可是讓他們馬上就掛了 對吧 應該讓排區克斯都華的一個教授出現這樣 但是 但是他馬上就死了 也就是說他感覺起來就是沒有要他 沒有讓這些沒有要讓這些人常住在這裡頭的意思 所以到外面的粉絲就幹啊 不爽啊 然後怎樣的嘛 對不對 那在這一部電影就故意的 來讓死士的 去 被那個什麼復仇者聯盟給婉拒啊 對啊 是拿第二集基寶的時光機過去 所以時光機可以穿越到別的宇宙嗎 不知道 看樣子好像可以啦 因為他到處穿梭 他那個時候甚至還跑去 跑去找那個什麼 正要接那個什麼 欸那叫什麼 綠燈俠 的那個什麼 然後把他殺掉 那就不是 那就不是他的電影宇宙吧 跑到第七宇宙啊 對啊他跑到別的地方去啦 對啊 那只能夠假設 這十個機寶的時光機可以 可以讓他穿越 到處到到到到每個地方的樣子吧 對啊 那我懂了 那我講完了 好吧 OK 這是熊寶的部分 他覺得很 然後就是 他的內容有點破碎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重點是什麼 好怕 好吧 好啦那個少爛 我先讓大俠講 那個什麼 怕大俠剛剛回來 然後那個什麼 會不會等一下他也等 要我先講嗎 你先講 不讓其他那個 已經好幾個小時沒講話 人先優先嗎 其他人先講 大俠想要先讓出來 讓別人先講 對對對 好有人要先 誰要先 有沒有人舉手 蛤 那我來啊 好吧 Rion來吧 那個什麼 時間已晚 那個什麼也不要那個 就把握時間 對嘛 何必那麼害羞呢 何必呢 來吧 然後 我喔 看完整個感覺就是 哎呦 非常的 已經很久沒看到 這麼讓我 看完非常開心 然後直接在電影院 笑到病鬼的 電影 所以你有笑到病鬼 然後有一種 以前看那種賀歲片 或者一些大明星匯集的那種 大匯串的電影的那種感覺 嗯 嗯 然後 整體來講 我是很喜歡這部電影 對 因為光情懷跟那些客串角色加成 就 有很大加分 但是呢 我也必須說 這部片也是有他的一些 很明顯的小缺點 那就看你個人在不在意 嗯 然後我我先講他的一些 可惜的地方 或是小缺點 嗯 就是 哎 要去看這部的人 可能心在心態上 要稍微調整一下 第一個 他不是像 哎 復仇者聯盟 什麼終局之戰 無限之戰 那麼大格局的東西 因為 其實他雖然有滿多客串的那個角色 嗯 但是呢 很有趣的 他到最後結尾的時候 反而是格局比較收的比較小 因為到最後其實就是主角兩個人 對抗反派 對不對 然後其他人比較 就真的是來串門子 來串場 對不對 所以 如果 有些人是覺得 哎 我就想看大場面 然後最後 想看那種 像類似 終局之戰 結尾那種 百人團戰的 一起打架的故事的話 嗯 可能 沒有啦 還好 對啊 就沒有 這只是一部區域性褻鬥 褻鬥電影 對 欸對 而且 如果有人 想說 欸這部跟 MCU 欸 有什麼 關聯 關聯的話 實質上 他也沒有什麼 關聯 對 如果你想看到他 欸 有什麼 買什麼伏筆啊 或者說 拓展跟 MCU有關的 世界觀的東西 很抱歉 也沒有 因為 之前那個 這部 電影的導演 徐恩里維 就直接公開講 這部電影 是 屬於一次性 不完的電影 對 他沒有跟其他的 像 復仇聯盟 或漫威宇 其他東西 有什麼連接的 嗯 對 而且 在某種程度上 欸 雖然這部片 名稱叫 欸 死侍 與金康郎 但是呢 我其實可以幫他 換一個 片名 直接叫 那些年 我們一起追的 浮絲超音片 我覺得會更適合 這部片 他想要傳達的東西 對 因為在某種程度上 他就是要 懷念以前 還沒併購之前 浮絲的那個 比如說 X戰警 驚奇四超人 還有其他的 他們曾經製作過的 一些超音片 然後 做一個彙整整理 然後做一個紀念 對 因為你要講 現在想超音片的話 欸 大家都會覺得 欸好像 漫威電影宇宙是 佔據龍頭的地位 但是 實質上 在2000年 開始 開始帶動 所謂超音片熱潮的時候 其實反而是浮絲的 X戰警 在差不多2000年的時候 開始帶動起來 因為在他之前 不是沒有人做超音片 但是 你會發現 大概 從華納的超人 蝙蝠俠之後 他們 其實不懂 有好幾家片場 包括 黃阿在內 也有做一些超音片 但是 都 不是挺賣座的 甚至有些人 可能被歸來的 比較那種小眾的電影 但是 X戰警 的電影 當時是 變成 欸 從一個比較小眾的 的東西 然後變成一個 比較商業主流大片 而且證明 超音片是可以賺錢的 所以後續 就產生 一堆連鎖效應 譬如說後面 隔年就有 蘇羅尼的 蜘蛛人 那蜘蛛人 那時候也是票房 哇 很紅 甚至當年還打敗 那個 《星際大戰》二部曲的票房 所以 大家 後面就開始 一窩蜂的 開始拍 很大量的超音片 甚至到後來 漫威 覺得 欸幹 我之前賣版權 給其他人 給我自己都沒撈到什麼好處 那乾脆我自己 直接跳下來 自己拍嘛 所以才會有2008年的 開山之主 我鋼鐵人 然後就一連串的效應下來 結果變成 龐大的那種漫威宇 對不對 然後到極盛的時候 就是到終局直戰的時候 哇 一度票房還打敗那個阿凡達 變成史上最賣座的 電影嘛 對不對 但是呢 有人家講啦 由盛轉摔嘛 對不對 因為大概終局直戰之後 到現在 差不多2004年 過五年多 差不多五年的時間 感覺就是 有點 超音片有點疲乏 有點疲態 而且漫威其實 大概從四五階段之後 你會覺得好像 欸 產出了作品 數值有點餐吃不起 然後 就是評價都不是很好 然後票房也明顯的 最近幾部都很明顯 掉出來 掉下來 所以呢 這部片 大家開玩笑 因為來而沒有 在預告之前就講 他是 要成為什麼 漫威耶穌嘛 來拯救最近比較低音韻的 漫威宇 但是呢 老實說 雖然我 挺喜歡這部電影 也覺得這部片應該會大賣 但是我覺得 他能拯救漫威宇宇嗎 我是打上一個問號 對 因為 我發現 他還是沒有解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 這一次完全沒有跟MCU的任何關係吧 對啊 對啊 這部片我倒覺得他其實是 專注在做一個那個 浮屍電影宇宙 浮屍 浮屍超級英雄電影宇宙 因為尤其是最後的這一種 最後的那一些 呃 在字幕升起來的時候 給你看到這件話去其實是一個 他們當初拍戲的那個話 那其實就跟你講說這些東西 就是不會回來 感覺起來就是這樣子的味道 嗯 對啊 而且 對啊 這 像 剛才那個 我講的導演講 他很明顯 他是做一次性 然後總結的東西啊 然後 至於後面會不會有 序集 就是金鋼狼跟那個 再回來演 可能到目前都還沒有一個定案 可能還是最後要看票房 再決定他們後面要怎麼走 哦 不是要讓他演到90歲嗎 哈哈哈哈 只是 這個是 這個是 萊恩雷諾 叫死士啊 特別就跟金鋼狼 對啊 Alright ok 不過這個東西 也講到 目前 漫威會不會一些 可能他會遭遇到的困境 你知道 就是我剛才講 他沒有根本解決 最大的一個 很大的麻煩是 欸 新的角色 目前還承接不起來 結果 你看 對啊 是不是又要找回狼書 休捷克曼的救場 他的確沒有做到 所謂的什麼 老鷹帶小雞這種東西啊 是啊 因為他在這一集 是忙著把一些 我們覺得已經做古的人 把他叫回來 對 對 對 但是這 或者說 有些已經 可能會被遺忘的人 重新喚醒大家記憶的感覺 那這些做古的人 他一次性的回來幫助你 那是不是 他們還有舞台呢 對 因為對於我們 其實這部片 對於那個什麼 老觀眾來講 的確是很有情懷的 是啊 但是對新觀眾來講 不一定 對 對這的確是我覺得那個什麼 十四與金剛狼 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對 這個我就講到這一部 可能他的 缺點 但是也有可能他的優點 就是他其實他的進入 要看這部片的門檻 要超級高 你知道嗎 你除了要看前面幾部那個 X戰警的電影 然後金剛狼的電影 然後 額外浮屍的一些 超音片 比如說 那個夜魔俠 啊 幻影殺手啊 嗯 甚至 他還有弄到 欸 不是浮屍的 欸 某 某 狗壁棚的 皮膚比較黑的那一位 我都不曉得 為什麼 硬要把他拉進來 因為 其他人都是浮屍棒 就只有他是新鮮的 沒有 這感覺起來就是萊恩雷諾個人的 那個什麼 在敗 因為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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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 歪一下子 那個 藍波兄也在我們群組裡面提過 我也記得看過這個資料 當時鬧的聽說蠻不愉快的欸 這就是萊恩雷諾厲害之處啊 對 這個倒是他真的厲害的地方 我以前有參與過 然後你們都說 我們鬧的不愉快 但是我還是要利用這一點啊 是啊 這才是萊恩雷諾厲害的手腕 對啊 不過 講白點啊 對 商場上就沒有永遠的敵人 也是啦 錢最重要啊 沒有應該是說 你要這時候 你可能還佩服萊恩雷諾 你知道萊恩雷諾 如果他以前被欺負 但他現在那個大紅大紫 他還記得要回來拉這條關係鏈 拉這條關係鏈 然後那個什麼 讓到那個什麼 以前欺負他的人 能夠再亮相一次 然後這還雙贏 這一點就是萊恩雷諾的手腕之厲害啊 對啊 有道理有道理 對啊 然後 繼續講下去 就是 因為你要看到 那波多 片 甚至 還要 他不只是講這些片 他要講一些額外的電影感 變成 哇你要對 可能當代 更 甚至更早之前 那些電影 都有涉獵 其實這門檻相對高 甚至我覺得 都比 那個蜘蛛人 五家日人門檻更高 因為蜘蛛人 五家日 基本上你只要看前面幾部 那個蜘蛛人電影 基本上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這部 要看的 可多了 你如果都要把那些梗 完全gay到 然後 就是得到最大的樂趣的話 當然就是最好全部都看過 然後都了解 還不見得是超音電影 你要連演員 演過什麼電影都要知道 像那個 萊恩雷諾斯轉過去 愛情現實 現實 沒有人 然後還嘲笑一下 那個 修吉克曼演的歌舞片 大雲二槍 對 但這一點其實就變成 你在看死士與金剛狼的時候 應該是說大家是各取所需 他就像是一部超大型綜藝節目 什麼都講 就是那已經類似脫口秀 他已經是脫口秀 那你就看你在哪一段裡面 你gay得到 那你gay不到的部分 你在接下來的下一段 你可能也gay得到 那你只要你一直 他就是連珠泡人 一直不斷發這些東西給你 那你在裡面有gay到 那你就不會覺得 我覺得這部片不好看 嗯 不過其實我覺得 可以不用想那麼多 就是 你們說要看完那些電影的話 也不一定 他們只要有看過那部電影的預告片 就知道那部電影的存在 欸 布丁喔 因為像我們 看過跟有感覺是兩回事喔 這也是沒有錯 但是因為像 如果只是想要gay到笑點的話 那就大概知道那個布丁就知道 比如說福利歐殺 我說福國麥斯那些 好吧 一般觀眾有知道那部電影的話 就gay到這個笑點 不是 那我剛剛講那個 愛情限時籤 你知道他那個梗是什麼 太久了啦 我知道那是什麼 可是我那場也沒有笑欸 對啊 我笑啦 他的門檻就很高啊 對啊 但是我笑啦 因為我懂啊 沒有 這種東西 他就是給我這樣子看的 門檻這點東西 其實不是說你要全部都gay到 你才 你才能夠完完全全的 沒有什麼好比賽的啦 對 只是說我得到的 可是相對來講 這部 如果那些你沒gay到的話 哇 這部片 可能在某些人眼中 他反而是一個 欸 不怎樣的電影 如果全部都沒gay到 就可能 但是我 當然我現在的感覺是喔 老人gay到的話 他就有巨大情懷 那年輕人不需要gay到 他那個什麼 就覺得很有趣 也是覺得很 對 當然 就是看熱鬧啊 年輕人怎麼可能會有情懷呢 你要到老了才會有情懷啊 16歲的人那講什麼情懷 你知道嗎 除非是講的是他童年的東西 那那個 那可能才是有情懷 但我覺得 我自己的感覺啦 青少年時期 其實不會特別去喜歡 他自己兒童時期的東西 他們其實反而會很排斥 他們兒童時候看的東西 對 所以這其實 應該是說青少年看的不是情懷 青少年看熱鬧 對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 那一段打鬥啊什麼的 可能是青少年看 雖然我自己是有點膩了 我就覺得已經在重複了 你在做的事情 就是那種我覺得 以前一定要這樣繞一下 老實說那個繞一下 事實上很駭客任務 你知道嗎 就是哎呀 現在還在玩這個 就是還要在那邊轉啊 只是他有點好笑 就是轉到屁股那邊去 你可以知道 他正在轉屁股的過程當中 好像可能就是一點細虐 但這種細虐就覺得 讓我覺得 我這個年紀的人 我覺得看這個有點無聊 你知道嗎 對 就是給屁孩看 對啊 那就屁孩看這個有感覺 但是我看的部分就不是這個啊 看的部分可能就是那些老人跑回來 然後他再講一些嘲笑他的一些梗的部分 我覺得 這個可能真的只有我知道 對 對 那就有一種 哎呦不錯 雷安雷諾斯你懂我 你知道嗎 雷安雷諾斯你可能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官影的年齡跟我差不多了 所以你在講這些東西 你在吐這個潮的時候 哎呀我知道 你跟我同類 你跟我可能是同一個引領 對 那我就會覺得有點穩心 所以他在這部分 其實可能爭取到了 我這種年齡層的人的 的情感 對 他在爭取這種 但是我覺得他也是應該有考量到 有 怎麼講 去 預測說 我要吸引的是哪方面的客群 尤其他 其實這部是R級片嗎 基本上R級片的話 他會客群年齡可能就是比較偏高0 算了 這應該就是20歲以上 對啊 對啊 但是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青少年會很想要看R級片 對不對 禁忌是一種刺激嘛 對吧 刺激啊 對啊 就是我跟你講R級以上20歲的人不會特別想看R級片 對不對 那是我們早就都可以吃啊 對 然後那個什麼 可能你看一些那種不留情的人覺得有點煩躁 然後看這個東西覺得不錯 對 但是我覺得我覺得那個R級對於成年人來講是一種可有可無 你知道你不一定非看他不可 對 但是對青少年來講R級片充滿了一種禁忌 充滿了一種禁忌的渴望 你知道嗎 好吧 然後繼續講下去 這個也順便可以連接到漫威的另外一個困境就是 他就是用電影宇宙的概念一直做 就是每一部電影都要某種程度的串接在一起的話 你到最後鋪床疊背的結果會變成新的人要進來那個負擔很大 譬如說我現在如果跟你講你去看終局之戰的話 那你是不是如果之前的前面十幾部都沒看過的話 你去直接看終局之戰 你很多東西是gap不到甚至會看不懂 這就是他漫威他發展到後面可能會有的一些問題 對不對 然後再講回致敬的部分 他這次請到的那些客串角色 我都蠻喜歡 然後笑點基本上也有gay到 但是我會覺得有些可惜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可以做得更好 然後可以把情懷拉得更滿的東西 我覺得他應該可以做得到的 他沒做到 第一個 既然你是要回顧福斯影業的東西的話 為什麼你片頭不直接放那個福斯影業 經典的那個片頭跟那個背景音樂 你說那個 那個經典嗎對不對 已經爛掉了 只剩下那個OX 沒有我覺得福斯的 不過我聽到這個音樂 我想的通常都不是X戰警 福斯這個招牌太大了 當年聽到這個音樂 IP太多了 當年我聽到這個音樂 我想到的畫面可是星際大戰 都說的是星際大戰 不是反而不是X戰警 你知道嗎 其實在福斯系列當中也不算大的 你說你不放那個 20世紀福斯的背景音樂 但是你也沒有放 X戰警的主題音樂 沒有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有一點到後面才要慢慢來告訴你說這個東西 因為他畢竟是史詩與金剛榜 當然啦 我覺得史詩 我覺得萊恩雷諾斯他在做這一套的時候 他其實描繪的是他對福斯漫威系列的那種強烈感情 我是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啦 但是我覺得這一部片有很濃烈的 對福斯的那個什麼漫威的強烈情感 然後這種強烈的情感甚至大到讓我有點訝異 沒想到你 這麼顧他們 沒想到你那個什麼這麼愛他們 我本來還以為你沒有 沒有很在乎 而且我其實也有點疑惑 有點懷疑說群眾對於那個什麼福斯漫威電影宇宙的熱愛有如此之強大嗎 對啊 你知道就是我們事實上現存 有三個漫威電影宇宙喔 就是比較大的喔 對 就是福斯電影宇宙 然後我們的迪士尼電影宇宙 MCU 然後還有我們的索尼 索尼漫威 對 我甚至都覺得目前大家可能對於索尼漫威的愛已經沒那麼大 因為索尼大家其實 因為索尼一直拍爛片阿 他就一直拍爛片阿 所以你現在最愛的應該就是那三個蜘蛛人阿 當然還有我們最近有起來的啦 還是蜘蛛人阿 就是我們新宇宙的蜘蛛人阿 對 動畫片阿 對 但除此之外 那個什麼猛毒阿 然後那個蜘蛛夫人阿 摩比斯阿 都有點慘不忍睹 雖然猛毒一直賺錢阿 對 就是 就是那種評價沒有到特別好 但是票房就特別高的那種 第三集感覺起來 好像有那麼一回事的樣子 感覺起來有砸錢 然後 好吧 我們不拭目以待 我們拭目以待 都說是最後一五了嘛 沒有問題 而且如果你要講說 客串 雖然我覺得他請到的那些客串演員 我都還蠻喜歡 但是 如果你說認真來講 要把情懷拉到最滿 然後真的要去緬懷 福斯的那個電影影宗的話 其實你最應該要請的 反而是最早演 X戰警那批老演員 回來客串 好吧 是沒錯 我是很想念 伊恩麥克典跟派奇克史獨法 當然阿 對啊 可利貝瑞那些的 對啊 我還那個時候 我還很想念獨眼龍 獨眼龍我也很想念 獨眼龍明明就還有 一副小職不是嗎 不過你知道這些 那個 這可能不符合他的 那個什麼 他的動機 因為我覺得他有點把一些 大家不要的 這部電影其實在講的是 路人 對 就是被捨棄的那批 被捨棄的那一群 所以他特地要去找那些被捨棄的 而不是我們的X教授 而不是我們的那種 那個什麼萬磁王 他們可是 大家都是眾人敬仰的 對 就頭牌 不過這樣子我覺得 你按照這個邏輯 其實應該獨眼龍要找回來 對 獨眼龍真是我看過最可憐的 X戰警成員 電影裡面X戰警成員 他明明是主角 明明是掛 他明明是掛隊長的頭銜 那個什麼 我都覺得那個什麼 他每一集到後面都很引搏對不對 不是 因為詹姆斯馬斯登 我有說過 詹姆斯馬斯登這個人 這個演員 他的形象就是從X戰警開始 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就是有一個螢幕形象 被戴綠帽的男人 他的形象從此就是一個 可憐的男人 然後通常女生都被人家搶走 都被NTR啦 他是被NTR的男人 你自己看一下 他從X戰警之後 被金鋼狼搶女朋友 然後 那個時候他演超人在一起 那也被超人搶女朋友啊 對 然後甚至我們他跑去演那個 那叫什麼 那個魔法 那叫什麼 曼哈頓情緣 那也是被搶啊 對 他也是本來是跟女豬腳在一塊 然後後來就被人家拿走啊 然後接下來他去拍西部世界 他去拍西部世界 那也是被搶女朋友啊 就基本上這個人的螢幕形象 那就是如果今天要找一個 要被戴綠帽的男人 就找詹姆斯馬斯頓 詹姆斯馬斯頓 就是非常適合演藝這種 被搶走 女朋友的苦情男人 好吧 我就想要幹 可憐 可憐 怎麼不找他 而且每次都在一個戰警裡面 你都很希望他看到他 噴雷射出來 然後大殺四方 結果沒有 他每次戲都超少的 你知道嗎 這到底怎麼回事 你知道嗎 What the hell 他明明在那個什麼 電動裡面超厲害的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就是卡普空對那個什麼 對那個什麼 特異功能組 你知道嗎 他的光線射擊真厲害 你知道 好吧 其實 不只是他 我是覺得有些 比如說 荷莉貝瑞演的那暴風影 其實 都請到影后來演了 可是其實 感覺他後面的戲份 其實也是越來越少 至少在第二集的時候 還讓他厲害了一把 對不對 第二集加戲 你知道 我一直都說 那個浮屍電影宇宙 浮屍漫威啦 一直以來就是隨紅 隨的戲就多 你知道 我覺得這個很明顯 後來那個啊 變形 魔形你那個啊 這你有勞倫斯 變女主角嘛 那那個 X戰警從第二集開始 就已經是這樣子 伊恩麥克連在那個什麼 X2的時候 就正好那個時候 他演甘道夫陣紅 他戲就很多 對 然後你看我們派居克什錄啊 暈倒 就一開始就沒戲了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那個什麼 獨眼龍一開始也引搏 也不見了 他就被抓去 就不見了 X教授一二集都昏倒不是嗎 對啊 X教授第一集 沒有 但是X教授在第一集 X教授在第一集暈倒之前 他有很多文系的 對不對 他就會在那邊下棋啊 然後會在那邊 所以他在中間部分 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有戲 只是你知道就是那個年代 那個什麼 X戰警那個年代 做特效是一部 是比較困難的事 所以他們多半文系久了以後 然後才開始 然後每次打一打 立刻就不見了 這是在二十一世紀初期 跟二十世紀末期的時候 超人電影的特色 文系居多 然後那個五系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弄一弄 那個什麼 點到為止 就馬上就走了 重點還是在文序 人性糾葛 對 對 然後再加上X戰警 人又那麼多 然後每個人都要演一點 然後西東大概 一百多分鐘就平分掉了 對啊 然後再來我們還要看誰 比較帥 那誰要捧 那就金鋼狼 金鋼狼 對啊 那魔形女那個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第一集我覺得最特別的就是 因為反派人物的席博 反而魔形女意外單鋼了非常多的戲 對吧 所以你看到什麼 那個你看到那個 那個時候什麼 大鋼牙嗎 劍齒虎 劍齒虎 還有一個那個誰啊 那個 癌蛤蟆嗎 還是什麼 蛤蟆 那是雷派克演的嗎 第一版 但是那個 蛤蟆在那個時候 他 算是集結著非常多 其他角色的 特色 然後他突然間還有一段 突然間來 突然間來 突然間來一個金牌手的感覺 對不對 有突然間來這麼一小段 但是 那你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誰 他就算集合了一個 集合了其他角色的特性 不過你知道每次只要有要做什麼事情 都讓模型女去做 結果搞到半天模型女戲最多 然後我們那時候都在笑說 幹模型女真的是最厲害的女人 你知道那個什麼他可以開直升機 然後他可以偽造 然後他還可以做非常多的事 可是他本身的特異能力 只是變身而已 也就是說他他這個本身的技能 人類技能特別多 好吧 這個是題外話 OK 對啊 所以我會覺得那些 就是舊的那些演員主要的 演員沒回來這一次 一起開個童樂會 稍微嫌可惜啊 但是話說回來 這次的他請的那些客串的演員 我都很喜歡 而且我最喜歡的 其實就是塔利塔利圖的金牌手 你知道嗎 終於啊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真的 從來沒有真的拍過 的金牌手 對 也不是說沒有真正拍過 他還是有出現 但是就沒有個人電影 對 因為金鋼狼那個獨立電影第一集 其實他有出現一下 但是真的只是來串場 而且也不是他 而且也不是塔利塔圖 也不是塔利塔圖 對啊 所以就不是塔利塔圖的金牌手 而且重點是他那個角色 其實以外型來講 跟漫畫差很多 嗯 看起來太多了 你如果只是乍看一下 你根本不講了 啊 這個人是金牌手 反而 這塔利塔圖這個造型 哇 超還原漫畫 就是完全還原 但是還原到覺得 欸 好像有點壯欸 沒有 因為本來就是 因為本來在概念裡面 是要讓他來演的 對啦 好吧 對啊 因為 之前在群組 群組私聊的時候 這部電影還沒上映之前 我就跟金米稍微講一下 有喔 有喔 希望那個 萊恩雷諾斯 幫他的好哥們 查理凱圖 援以下夢 欸 欸 真的有啊 幫他 你們想的 完成了大願望 也完成了 我當年想要看的願望 你知道嗎 你們想過的萊恩雷諾 都想過了 對啊 感覺起來就是這樣啊 是啊 他就是摸到我們這群人的心態 你在那邊內心 在那邊 對 他就滿足你 有耶 滿足你啊 對 因為當時 就是 那個 AQ戰警還沒上映之前 其實 我最期待的角色不是金剛啊 反而是金牌獸 但是呢 我不曉得為什麼 連拍好幾集 這個角色就是映不出現 對吧 跟查理塔圖那個時候 騙手巧不龍 沒有沒有 我說 不是查理塔圖的問題 我是說最原始的那個 嗯哼哼 就是 原本電影為什麼沒有 原本最好 電影裡面 為什麼不讓這個角色 又出現 因為其實 如果你去看那個 特異工人組的那個 那個動畫的話 其實他戲份 佔比還滿多的 是的 而且 還是他自己的個人故事 比較不吸引人 倒也沒有 沒有 其實我覺得他還滿有意思的 對 對 好啦 而且他那個 他的技能的話 如果拍成電影的話 其實是很酷很炫的 對啊 對吧 如果你吸引人的目光的話 他可能比純粹那種肉薄型的 更 老實說金剛狼的那個什麼 的特殊能力 一直以來都讓我覺得 他在電影裡面 其實沒有那麼炫 對啊 對啊 所以炫的能力 基本上都反而 驚鴻一撇 我都不知道他們是特效太貴 還是怎樣 也有可能 對啊 因為那個什麼 就是那種獨眼龍的 其實是可以很炫的 然後還有那個誰啊 那個暴風女 也是可以很炫的 但是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們的 每次有他們的部分 都一下子 不知道是他們的 他們要組成他們很厲害 是太貴了 還是什麼 我會覺得是因為 如果真的 照他們原本設定那麼厲害 可能一出招 對方就差不多 就被打得差不多了 那故事就快點結束了 那暴風女不只是能力強 而已 他還是X教授接班人 結果店裡面戲份被剪成這樣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 在這之前那個時候 我們就有討論過 像X教授這種人 就是因為他實在能力太強 能力太強的人 就已經會破壞那個劇本 那個 所以常常都會 設計某些情境 讓他 所以要不就是昏倒 也不一定是那個 要不是被綁架 有時候倒也不一定 就是那個 戰鬥力啊 像那個暴風女 他就不是只有戰鬥力 他非常 他就很 他就很像X教授啊 他非常容易去那個 拍倒其他的人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電影裡面 一點都沒有拍到 應該說他的 能力 不是只是展現在他超能力 而是他的領導力嘛 可是領導力這東西 你要拍成電影的話 沒有啊 那個就是 完全具現化 那就是文系啊 因為 因為X戰情從以前 就讓人家覺得有點 很妙啊 因為這些人的能力值 有些那個什麼 強弱不一 所以有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會需要 讓這個人出來 對 有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如果你純粹實力的話 可能金剛狼還沒有 暴風女這麼厲害 你知道嗎 對 可是大家都要金剛狼 大家都需要金剛狼 因為金剛狼 都物理攻擊而已啊 對 就是 就感覺 你可以 光是他們在對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萬磁王 對金剛狼 萬磁王一定贏啊 全身都亞德曼金屬的狼 那你怎麼能夠打得贏他呢 天敵啊 根本就沒辦法 他就天敵啊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如何去擊敗他呢 所以很多時候 都會讓人家覺得 靠北 那他到底是怎樣 對啊 有吧 而且 屬於劇情設計上 你其實很少看到 金剛狼會獨自面對萬磁 在第一集以後 你就已經知道 每次一遇到金剛狼來就 但是你知道 這造成一個難度嗎 那讓劇本就會出現一個 哎呦 那個時候 他注定贏不了他 那這樣子 你讓這個角色 如何繼續下去呢 這才是一個讓觀眾開始覺得 那他如何 急迫這一點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 每一次我都覺得 我不是很滿意 就是 沒有辦法出人意料 你知道嗎 不是 好吧 那沒辦法 那沒辦法 就是設定上 S戰警系列 如果說 最讓援助 最崩潰的大概就是 為什麼 琴葛雷老是被消成這樣 他明明一個人 就可以殺穿整個宇宙 你知道 X戰警的每一個人 鳳凰之力啊 X戰警的每一個角色 都厲害的嚇死人 所以就 這樣子的角色 到底要怎麼 其他角色都比較偏向於 在地球很強 可是琴葛雷跟 跟飛鴻女巫 是屬於那種 宇宙級別的很強 所以飛鴻女巫 在復仇者聯盟 他的能力也是被消奸很多 直接被人家死 還直接莫名其妙死掉 就是不能夠跟漫畫 也一樣強 沒有這個在一個 戰警系列 就一直在玩這個吧 你看那個什麼 好吧 雖然火鳳凰 這部電影 我們三沙拍的 那個什麼 三沙版本的 已經 在上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 浮絲的末日的時期 但是 我再重新 我有說 我在迪士尼plus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 看這部片其實不錯 還蠻好看的 要如何讓火鳳凰 那個什麼 這麼厲害的人的故事 就是讓他變成一個瘋女人 就是讓他不穩定 就是讓兩邊人都 又害怕他 又不能控制他 所以這部片才會突然間特別有趣 我那時候就覺得 哎呦好 三沙你的版本 就是這個版本的火鳳凰 至少比那個 X戰警3 好多了 就是雖然我很喜歡 X戰警3 因為我喜歡 那個派劇克時突發在裡面的表演 就是那部片裡面派劇 就是一個教授在裡面的 死掉 給我的情感衝擊 是那三部裡面最大 不是我在講 我真的覺得布萊恩心格很不會 很不會 控那個人物的角色情感 就是 很冷啊 裡面的人 那個時候都是 我覺得就是講出來的 就是他們 他們在抓這個情感的部分 我覺得有一種 悶在裡面的感覺 他的拍戲 拍出來就是 怎麼講 有一種溫溫的感覺 對啊 他的任何片 我都覺得溫溫 就是那個情感本身沒有釋放出來 對 那那個什麼 反而在第三集 雖然大家都很詬病他 但是第三集的情感是最張開的 所以你會看到有人爆 就是在死之前 然後 那個什麼 突然間笑了一下 然後看看你一下 然後就這時候就有釋放情感 然後他爆炸 他爆炸以後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什麼 金剛長崩潰 NO 哇 有這個這個情感 大概是三部裡面 我覺得我最最張開來 哇 雖然他的劇本 有疏動 你就會覺得好像有不連貫的問題 但是呢 我覺得在情緒上面是 舊版的最好的 對 然後因為我是一個非常在意情緒的人 所以那個時候 只要情感讓 讓我能夠被打動 我其實會給他高分 你全部邏輯都有 但是情感都悶的 我反而會覺得這部片其實是少了些什麼 好吧 所以啦 我覺得一直以來就是很 算是反傳統的 在大家一連串 但詬病第三集很糟 我反而是非常喜歡第三集 對 其實我覺得第三集 在我心中評價也不會的 不差 沒有 就是那個時候的 那個時候的普遍輿論 對第三集是不好 而且你要講嗎 音樂我覺得第三集最好聽 你知道 那個我我我評電影最 那個什麼音樂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環節 你知道嗎 第三集的音樂是約翰寶爾 匠報做的 就是尋龍高手的人 的那個作曲家做的 他的音樂一直以來 那個時候 我都非常都很吃啊 他的旋律很好聽 然後只要是布蘭恩辛格合作的那一位 奧特曼 每次他的音樂我都覺得很 就我覺得你好像想要跟一些大師致敬 可是就顯得你很沒有你的氣 我知道啊 因為有些人會說他有點在模仿那個 約翰威廉斯的風格 他有點在模仿約翰威廉斯 跟約翰傑瑞高史密斯 但是呢 每次都會讓我覺得這音樂很無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很奇怪 他是有主題的 但這個主題就會讓我覺得很 很 對就是跟布蘭恩辛格的 自己本身的那個風格很像 就是溫的 就是 東西都沒有主手的感覺 對 但很奇怪他就是有賺錢你知道嗎 可見他就是在爭取觀眾上面其實是 很多觀眾也吃這個 那個什麼 龍捲風暴也那個味道 對 就是不是布蘭恩辛格 不是布蘭恩辛格的東西 但是龍捲風暴也是溫的 就是我覺得好像你都有 事情都有講到 但是我就覺得在情緒張力上 沒有打動我 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們好像還差那麼一點點 就是那麼一點點 哇 OK 好吧 然後我會覺得 沒有讓那些經典的角色回歸會有一個 除了說有個缺悍之外 對於這一部電影的本身呢 也會產生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 這部電影的金鋼囊一直 處於說啊 因為那些 就是過去的X戰警都死掉了 所以他心懷愧疚 但是呢 這個都是從他嘴巴裡面講出來 沒有畫面呈現嘛 所以 就會少一點直接 如果以我來講 我沒辦法那麼直接的Gay到 他想要傳達那個情緒 你知道 因為我畢竟不像馬可多 馬可多 可是很會自動腦補的 他只要 因為我講出來這種東西 他就會自己腦補 可是我的話 你可能要給我一些訊息畫面 我可能才會在情感上比較投入 我會覺得 他沒有讓那些角色 有跟金鋼狼同框的一些 譬如說閃回畫面 我覺得如果有的話 會更加分 對啊 然後 我要講一下 就是這部片呢 雖然我還蠻喜歡 可是他也有漫威的 怎麼講 一律的老毛病 但是就是 你覺得就是BOSS的部分 我覺得 他的BOSS戰 還是 找了一些張力 然後看了 你會覺得 啊 這樣就沒了 因為 對於 漫威的反派 常常會有個問題 前面 都把他鋪陳了 哇這個角色有多強多厲害 但是呢 到了BOSS戰 或到結尾的時候 突然 弱化 或說 他的處理 就會很迅速簡單的就把它解決 常常 漫威的電影都會有這種問題 噢 霹靂布袋戲不是也這樣嗎 對啊 剛出來的時候那個驚天動地 然後接下來就越來越弱 對啊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地方有點可疑 就像我跟你講 前面講的 他反而 結尾的時候 沒有 那麼強 對 就是他格局放的很小 然後收的又有點快 對 但是 因為 我覺得 雖然這個地方 是個缺憾 但是 我在另外一個地方 有補足到 就是 當那個 金鋼狼跟死士 最後要 就是要準備犧牲自己 去破壞那個裝置的時候 一方 一個人 不願意 連累另外一個人 所以自己獨立去解決他 另外一個人就 很有情緒說 不行啊 我不能拋下你 用力的 去阻止他 最後兩個人攜手 一起合力去 破壞那個裝置 那一幕 我覺得 我情緒有被給到 因為那部分 這真的超熱血 他有一種就是 怎麼講 我們 雖然都是乳蛇 但是我們都不會 放棄彼此的那種情緒 就很明顯 我覺得 這個地方 有補足到說 那個BOSS 占稍微比較弱的地方 所以雖然BOSS 最後處理的 有點弱掉 對 但是呢 因為這個地方 我覺得情緒有到 所以我最後還是給他過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講 還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說 以動作系的話 反而是一開始 那個胸包講的 用死人褲頭 打人那段 我覺得還比較有張力 然後也有樂趣 這樣 我想補充一下 我覺得最後那一段 我完全可以理解 為什麼他們這樣處理到反派 因為他們自己也知道 他們把反派設定得太強 只能夠用其他外力的方式 讓這個反派消滅掉 然後我最後 因為他們那個 蛇絲跟金剛龍 他們要犧牲的時候 也是我覺得很打動我 所以 我也覺得可以 名補掉最後結尾大戰的那個 失落感 而且熊寶 你不覺得那段 還有那個 星際異攻隊 第一集的Fu嗎 也是一堆人 手牽著手 有阿有阿有阿 一群魯蛇 一起合力 對方一個大敵人的感覺 對 然後我 對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最後那個 他們打那個全部死士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 沒有像開場戲那麼精彩 對我覺得那可惜 而且我 我現在還是不知道 為什麼他們要打起來 就是很肥 我是感覺那段打戲 完全就是為了打而打的 然後還有 就純粹一群屁孩在那邊鬧 對 我覺得蠻奇怪 就只是前面一開始說 不要遇到他們 然後他們是 什麼黑幫什麼之類的 然後 突然出現那個Bitter Bitter 然後又又又又又 然後就收掉了 沒有那個 我覺得那個就是 就是綜藝效果 我是覺得蠻好笑的 我是覺得蠻好笑的 可是我現在理性看的時候 我覺得 我會覺得有點荒謬 對啊 突然就可以這樣收掉 我覺得太淋加 太簡單了吧 對 總是這樣子 好 好 這是布萊恩的結語嗎 最後就是 感謝 浮屍 再會啦 浮屍 OK 好 還有誰 快點 我先還是大俠先 雖然我應該是差不多 布萊恩的意見跟我差不多太多 那你如果沒有很長 對啊 還有藍波 藍波要講喔 要講一下好了 你要講 好 就 就 那時候看的時候 就想說 本田車子有這麼耐開嗎 他不是在車子上打叫 他們爭論本田車 對 對 那個有TOYOTA的車子 欸是本田還是TOYOTA 本田 本田阿 漢達 漢達的車 奧德賽 奧德賽 喔本田那車子有這麼耐開嗎 那順便 順便置入了一下 漢達 這次置入蠻多車子的東西阿 好 你還是拿有不少贊助吧 是氣阿 然後亨利 因為他賣車的阿 是廢話 好 好 好 然後 然後亨利卡衛 我其實看完後賽知道 當下看是其實我沒看出來 沒有 沒有認出來 好 對啊 沒有看到 然後 當中戰士的部分 大家64其實還蠻能打的 說實在的話 當然阿 高峰戰士 OK 威斯蒂史奈普 然後還可以請得了他也是 蠻厲害的一次 還好啦 他應該 不難請 就 就是 大白到 就是 威斯蒂史奈普的片酬 應該 他現在應該很需要工作 但是問題是在於 你知道他的脾氣問題 能不能讓他那個什麼 有 願意 因為他可能就還會有那種 大頭症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 他自己的需求或什麼的 對 能夠把他再叫回來 其實 的確應該在運作上面 應該有一點 對啊 然後這姐沒那麼會 耍嘴炮 而且他一三級都還蠻 會耍嘴炮 這姐沒耍嘴炮 因為 就 收斂很多了 就不是主角 就是配角 對啊 然後跟萊恩雷霍斯 但是互動也還有點冷 我有點感覺 還是有點帶苦的樣子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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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有這感覺 就是因為大家不是在傳言說 以前那個時候他欺負萊恩雷諾斯 不合 不合 那現在那個時候 把他叫 把他找了回來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真的和解 這樣子 只是有給他一個工作 這樣子 是 你的懷疑 好 感覺 他實際上 實際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好怕 然後 霹靂火那個 克里斯伊凡 他感覺也美國隊長 太震驚久了 卻有點下巴 好像經濟濕草的那樣 放得開這樣子 嘴炮的程度 我自己是覺得克里斯伊凡 一直想辦法要 我覺得這幾年來克里斯伊凡 一直試圖要證明自己的表演 他想要擺脫 他一直很想要表演 表演那個時候 他在挑 他應該是在接很多瘋狂的角色 然後想要 想要那個時候 對你要講擺脫也行 他過去在克里 在美國隊長的系列 演的是一個很正派的角色這樣子 所以他就可能想要說 我現在要反過來 我要做很瘋狂的角色 所以你看像 比利火的時候還比較 對 他在那個 他在那個 超人的時候比較嘴 比較嘴炮一點 因為他 他會成為隊長之前本來就很活潑 對啊 他其實實際上好像是一個比較 反而演美國隊長就正經過頭 因為他必須要演一個正經過頭 要求的啊 對啊 那一定是漫威那邊要求的啊 也是你一向很快控管那個 演員的外在形象這種東西的 然後這個有一個小抱怨就是 學習的心好少 沒辦法 重點就不是在他身上了 小蘭姐姐 演技超少 當然這一次顯然還是有一些缺憾 比如說像 夜魔俠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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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Sorry 幹 他一開始他就死掉了 對我覺得那個 他還有提到的 那講一下死 我想說應該是沒請到 好不好 好怕 不過 雖然很多人想看夜魔俠 跟那個 幻影殺手同框 但是畢竟兩個人已經離婚了 對阿 狂框有點尷尬 沒有據說他們兩個那個什麼 是和平分手了 他算了 不過我在想 就還是想說這是不是 珍妮佛羅佩茲不準之類的 幹 不是 但是他們是不是又分手了 是不是又分手了 沒有嗎 有傳聞說他們好像不太好 不是最近有那個嗎 有看到說 因為就是那個 好像有點情緒不太穩定 他媽媽跟前妻其實都有去看他 喔 你說白愛佛列克嗎 對啊 蛤那個什麼 不是要去看班奈佛列克的不是 這樣一直以來有酗酒習慣 這你就不懂了 那個什麼要 要那個什麼安撫班奈佛列克 絕對不是這些女人 是麥特戴蒙 麥特戴蒙 對啊 你要忙嘛 就是那個什麼 麥特戴蒙才理解班奈佛列克 才能夠去安撫班奈佛列克 絕對不是 不是這些那個什麼 對他許所無度的女人 讓他看起來很累 你知道嗎 你知道每次大家都在笑 每次班奈佛列克 跟那個什麼 珍妮佛羅佩斯這一塊 然後班奈佛列克都有一副被炸乾的模樣 你知道嗎 在那邊 好像昨天被他騎了10次的那種感覺 然後那個 這裏佛羅佩斯就看起來一副很豐益的模樣啊 感覺起來我那個 這個 吸吸 你知道嗎 吸取他的精力 你知道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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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為什麼 班奈佛列克就是一個沮喪的男人 那怎麼回事啊 你知道嗎 所以他以前感覺起來明明就很陽光啊 這怎麼越老 看起來越沮喪 你知道嗎 大概從眼蝙蝠俠開始 就整個就整個消瘋 你知道嗎 對啊 好吧 OK 然後 修傑克曼 他最近是不是又練了身體 然後最後有 最後再跟死是要破壞設備的時候 他上衣又破掉 然後又秀肌肉 這樣子 感覺又去練身體的樣子 當然啦 大家都要趁機練身體 能夠秀一下 當然就是要練身體 而且這集 他一直都沒有那個 都沒有身材不是不好的時候 然後這集還玩轉頭梗 什麼轉頭梗 眼蝠俠的頭盔啊 戰衣可以轉頭 他的脖子可以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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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隔壁房的不能轉 他的脖子可以轉 閃電俠玩一次 這次又玩一次 OK 然後X23長到那邊好漂亮 我覺得 會嗎 X23 好吧 人家是有野性美啦 你知道嗎 野性美 我其實真心覺得 他在電影裡面比較有氣質 他在那個戲外裡面穿的衣服 都讓我覺得 哇你現在要走locophone 然後 穿寶文出城 走那個紅地毯 讓我覺得 那個什麼 X23你年紀還年紀輕輕 就已經在走那種野女人 野東西的路線 你知道嗎 好吧 看起來他的那個 給自己設定的形象 是要走這走 對 好 好 再來就是最後 BOSS BOSS戰 最後設計 真的有點太弱了 說賽 每一個都這樣講 沒有 BOSS理論上很強啊 但是我其實一直都覺得 設計太弱了 但我個人是覺得 那個 沒有我覺得 主要的問題 不在於他太弱什麼的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是他的動機很奇怪 然後 就是這個女人 就是一個壞到骨子裡面 然後硬是要毀滅的人 講不聽 然後 然後你一直不斷的想要跟他講理 然後他就在那邊 我就不想理你啊 然後 就是在某種情況 也讓我覺得他挺屁的 你知道 就是 他屁到讓我覺得無可理喻 但是就是沒辦法 他就是這麼強 但是有個奇怪的地方 他 我中間有一段的情節 我覺得編排的怪怪的 就是 羅根在他們在那個虛無之地 他放過他的手 我原本以為卡山佐好像被 被打動了 是吧 對 他只給了他一個小小機會而已 我就覺得 對啊 就是 因為他把那個 傳送門開在那個 就是那個浴衡前面 這邊我覺得還符合人設就是 我 我雖然放過你們 但是我也不會讓你們那麼輕鬆 這邊我覺得還蠻符合人設 結果後面他又回去 他變成又要去毀滅 而且他毀滅的還是 等於是那個 1005 那你剛剛幹嘛 對不對 沒有 你如果說他是個風靈人 也是OK 我覺得這個女性的角色 他其實是被拿來 代表一些事情 又是什麼 當然是蠻惡女權 當然是蠻惡女權 那蠻明顯 對啊 那明顯 我現在擁有全部的力氣 我是個最厲害的女人 現在我就愛怎麼樣 就怎樣 對不對 然後我要掌控你這個 那個什麼 魯神男人的腦袋 你知道嗎 然後我要把一些都毀滅 你知道嗎 他把那個什麼 正確女權 那個妖魔化成 最可怕的邪惡女角 然後有兩個真男人 然後就把他毀滅掉 同歸於盡 不就是這樣子嗎 什麼 沒有 你如果要講他 他代表的諷刺意涵 他其實 如果你按片面去表解圖 就變這樣 對不對 好吧 我問一個大家 那個都是我個人感覺 會不會 他找那個女演員來 是因為真的 我覺得他長得跟 詹姆斯麥愛維有點像 欸 是這個原因嗎 還是只有我個人這樣覺得 我覺得那個是化妝 就可以去處理掉 那個我覺得其實是因為表演 我越看他越覺得說 你不是 你應該 你不是詹姆斯麥愛維吧 你應該不是詹姆斯麥愛維吧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在表演 絕對是在表演上面 那個什麼 覺得他可以去 詮釋這個東西 對 要不然 他這種化妝 絕對就辦得到的 對 好吧 Alright 來 藍波 那我講差不多了 那我講差不多了 好吧 來來 吉米咧 我這邊的話其實 要還是講就是 還是就用從觀你當天的體驗吧 來講 我沒有像熊寶運氣那麼好 就是在那一場裡面 有那麼多人有共鳴得及的情況 所以我那個 好 又回到 我大概敘述一下事情 欸 颱風天嘛 那天因為大家也知道 這次颱風一進來 雖然大部分人會到兩天假 但是對於像我這種要值班的人 是沒有這種東西的 我該去上班還是要去上班 所以但是運氣不錯 我上班附近的電影院有開 對於去看了 欸 人還不少 真的說實話就是大家真的 颱風天沒地方去 所以人還不少 那那個 白老會廳那邊大概做了 真的是八成滿喔 就是 那個小廳嘛 四排 大概做到前三排都滿了 但在有些地方的時候 就可以明顯的感覺出來 我笑得非常開心 但 可能周中的人沒有get到 就是 我第一個被驚艷到的 大笑的地方就是 那個 那個本來大家都要以為他喊 那個 我們克里斯伊凡要喊出 復仇者集結的時候 他喊出來 Avenger 結果不是 他是飛翰昂的時候 我整個大笑 因為那時候 真的那時候我還沒想到 我完全沒有想到 他是屁屁火 然後我就沒有大笑的時候 他就是嘲笑說什麼 欸為什麼兩個不同的角色 結果一個人演的 對但是我當下我可能 我還真沒有想到 所以這個狗 我被鬥得非常開心 但是我大笑的時候 然後明顯周遭人沒有什麼共鳴啊 真是的 這個感覺有點孤單 對 然後第二個梗 第二個地方 也是小小覺得難過 也不太難過 就是 但是我覺得看這次看 只是這種 偶射電影 的樂趣 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 你能看懂 那個 他扔給你多少東西 這個東西 我個人啊 多少看這種東西 是有一些 大家說我屁說我 也好就是 我是從群球一種優越感的 就是這個東西 我懂你不懂啊 我知道導演 或者我知道製作主 要跟我講什麼 對不對 像那個 欸 他們在 晕 兩個人在車內 大戰之後 對不對 不是昏迷了之後 然後被拖到的地方 然後就是出現一堆 經典角色的時候 嗯 當 Elexia出場的時候 我旁邊兩個年輕男生 有這樣說 欸 他是誰啊 欸 Jimmy啊 我也碰上 跟你類似的問題 我那一場啊 就有人直接問 欸那個丟撲克牌 像 對 像是這種的 就是 所以 這種東西就真的就是 你 就可能 像熊寶剛剛的意思 我們也不能說他錯 就是對啊 你看不懂 也不會怎麼樣 我一樣看的 我一樣能得到樂趣 但 不好意思 我就是懂 我就是得到的比你多 或者是 我就是 有一種優越感 有點爽對不對 爽 人家就是拍給你看的 人家 其他人不知道 你知道 是 我也必須說 這就是死士這個系列的 最大特徵 我覺得 或者說死士這個角色 他的特徵就是這樣子 他非常的玩 後射 你 他本人就是一個 會打破第四面牆 然後開始 跟讀者 那個 嘴炮嘛 然後講一些 看起來莫名其妙的話 但是 而且 必須我必須要說 這 也算是天時地利 把就是有的時候 就是有些東西 你要 你要把它抽在一起 你要很多 你要呈現出一個 像 只是 那個金剛狼這麼好的一個作品 是有很多 是 要看 人的 如果沒有 我講了半天 如果沒有萊恩蕾諾斯 只是 我覺得 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系列不會成功 只有 因為是萊恩蕾諾斯 他是一個互相信的就是 萊恩蕾諾斯知道 他需要死士這個角色 當職 然後 他也 因此 為了這個東西做努力對不對 等於是根源自己事業 可能有一點 自己都要付出資源 去處理 對 其實 剛好可以 想到另外一個人 某個人 也是 對某個角色 花了很多心力 然後想要 花了很多心力 想要去演 隔壁棚 那個巨石強身的黑亞當 黑亞當嗎 對 但是可惜 黑亞當就 票房不太成功 對 或者是這樣講 沒有 但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人物形象 這個不兇我是這樣覺得 人物形象 合不合也有關係 就是 萊恩蕾諾斯在 後來之後 他可能也很努力的 把自己的形象去靠攏 那個就是 我們韋德威爾森這個角色 那種 嘴炮的形象 他等於是 就已經是 把自己的螢幕形象 跟指示 然後做結合 所以你看他很多 東西他非常的會利用這種 各種宣傳 對不對 你會很難判斷 萊恩蕾諾斯 到底是在公銷尾 還是他真的很認真 可是我會覺得 他是聰明的 他很知道說怎麼樣去 抓人眼球吸引目光 對這點是他厲害的地方 這我沒有說這不好 因為 所有演藝界 演藝界就是一個很美麗的夢 對不對 很多東西都是塑造出來的 那大家都在這個夢中 得到快樂 沒什麼不好 我指的那個 也不是開頭 反正我講講 偏掉了偏掉了 回到就是 萊恩蕾諾斯他 在我們稍微講一點歷史故事 因為這可能是最後一次了 據說當初死是 異能拍成功 也是 某 某 某部 試拍影片 莫名其妙地流到網路上面 對 傳說他外流了 結果 所以這樣浮屍才發現說 這個好像可行 然後就放行了 那江湖上一直傳聞 是誰把他放出來的呢 對不對 然後都問了萊恩蕾諾斯 我們小劍劍是笑而不語 對不對 但應該是有這個 但我們回到這 就算是他放出來的 也代表說他很懂得去知道 觀眾要什麼 就像這次的死是金鋼狼 他很明顯其實最大的東西 就是前面促兄講的也對啦 我那時候 語氣表達的不好就是 萊恩蕾諾斯真的是 感覺起來起碼一點 他人緣應該是真的很不錯 他很懂得去善用 一方面善用他身邊 可以動用的所有資源 然後用他的螢幕形象 去拜託別人來幫忙 就是你那個對不對 所以現在威士忌史萊德可以回來 那他跟修傑克曼 尤其最好玩的事情是 我不確定這是 大概就是我講 我講就是因緣際會吧 你看兩個在戲外 算是我們 螢幕形象上面是 我們都知道他們兩個 在很麻吉的好朋友 正好演的角色都在 在漫威裡面也是一對歡喜願家 他們兩個的相處模式 在呈現給觀眾的 就是戲裡戲外 都是這樣 都是這種形式 所以就變成 你很難去分別是 演員本身的表演 還是他們真的私下的行為 就是這樣子 這沒有什麼不好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契合 他不會 我們有時候就說 毀人設毀人設 就是你給大眾的形象是怎麼樣 你不太能 你如果違規觀眾的預期的話 大家會有那種覺得 被背叛的感覺吧 就是你知道 就是我們叫林清玄吧 那種對不對 你講得很漂亮 林清玄 突然間來一個 莫名其妙的 的一個主力 開始後色了 就是你如果 跟自己原本的形象 差太多的話 可能觀眾不能接受 那這兩個人又正好 他們的 這麼多年來的歷程上面來講 就是戲外是 嘴炮好朋友 結果好不容易 觀眾就很想很想看 能不能讓他們兩個人 出場 啊結果不行 休閒可慢說退休不能演了 欸 結果最後再突然 在前幾年的時候 突然告訴你說 司三 我寫不出來劇本怎麼辦 欸 休 你要不要再演一次金鋼狼 然後他就從畫面走過去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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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那時候真的是 全網爆炸對不對 所以很懂得抓人眼球 那 在這部戲裡面 你也就感覺到 那樣這樣的東西 觀眾想要看金牌 要看金牌手嗎 欸 給你 對不對 那你要看 要看X23 是不是 你看他埋了那麼久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說 如果他能 不要那麼早公佈 買到最後的 來到 真的到劇裡面 我才知道的話 我覺得那個 衝擊感對我會更大 因為那個連自己裡面 他都都笑過 羅根 真的 羅根說得太漂亮了 把金牌手這個角色 說得太漂亮了 連你看所有人看的時候 都會感動 然後說 哇 連那個悲論先生看都會 原來這個 原來這個 原來那個感覺是這樣子的 哇都會跟著螢幕一起講 對不對 那真的太經典了 所以當羅拉走 走出來的時候 看過這段故事的 就是剛出跟著 有那一段歷程 歷程的人 是 那感動度會有的 就是但是 多少因為 已經先知道他會出場了啦 有一點小小打折扣 但我也真的還蠻喜歡 那一句他裡面的 這意外的都倒是說 這次的人物情感部分 雖然嬉笑怒馬也有啦 可是 我是能夠感覺得到 那個 我們講這次 失敗的狼書 對不對那種 無奈跟悔恨吧 對不對 可以感覺得 我可以感覺得出來就是 好像 想要放棄 但是最後 女兒的一段話 好像把他拉回來了 那一邊的話 我是有一點小小的被感觸感動到的 但也必須說 這部片子 像 開始回圈了 結論就是 結論就是 他真的官員們還有點 可能對某些人 有點高 或者是說 你不見 你可以 可以是一部 外行人看熱鬧 你看 我們小健健的嘴炮 然後跟那個老狼 兩個人中間那種 那種 互相撈去求進步 對不對 兩個人在那邊 互相廝殺對不對 相愛相殺的 你也可以 從他 埋給你的過往所有 不管是福斯的 福斯 那個英雄系列的 然後 演員自己本身以前演過戲的這些 那些小小的知識點 就是你知道的人就會 會心一笑 或者像我哈哈大笑 不知道也沒關係 對 他進去看這個 覺得應該不會讓你失望 對 但很可惜 但是這個我必須要講 他 他有一點像是 就像是終局之戰跟那個 無家日一樣 我覺得他的精彩的東西 其實很多更的是那一種 可一不可在的東西 那是 有一點是 吃 情懷跟累積的啦 大概用過就是真的 只能用這一次的 你要再有一個這樣子的 尤其是福斯系的 做的那個 故事 想要再這樣子 應該是不太可能了 所以真的且看且珍惜啊 對不對 好不容易 能有一個 算是 如果是跟我一樣年紀的 看從一路 看福斯 看超級英雄片 尤其是福斯企業 當初都有參與過的人 去進戲院吧 來免花一下自己 當初逝去的青春 然後去跟見見這些老朋友 是蠻開心的一件事情的 這部就是福斯粉絲服務電影 對 確實是 戲外懂得越多 你對這個系列有越深的感情 那個感受度會越高 這樣子 好 這是幾名 大俠呢 大俠咧 大俠還活著嗎 還活著嗎 還活著啊 還活著嗎 輪到你啦 I'm alive I'm alive 大家在期待大俠 開市呢 開市 便當 便當 便當喔 提到便當 我就突然想起 我很愛一個漫畫 叫做 拉麵王 拉麵王 有一個 你這個十二題這個不會餓嗎 幹 麻的 好 人家到底在直播了 我確定一下 我剛剛喝了幾個雪碧 所以現在不會餓 我還以為你在講說小卓什麼 結果原來只是雪碧而已 好吧 我還是要確定一下 是那個裡面有一個對手是光頭 然後那個眼睛 戴眼鏡的那個 就是說 觀眾的舌頭 要不然 不是群眾 群眾的舌頭是愚蠢的 那個嗎 是那個嗎 他叫那個秦哲打野 對對對 他講過一個 他對於很天真的男主角講了一句話 對 那個大部分 來吃拉麵的人 他們並不是來享受拉麵 對 他們是吃 來吃資訊的 對 剛剛一個小時 我親眼 親眼見證的這件事情 對對對對對 對 我承認我是 我承認我是 對一個多小時 那個你們討論的 都是作物片的彩蛋與資訊 對 每個人都以那個吸收 每個人都以那個誰 誰能夠提出最多的資訊 對 誰可以提出 看出最多的彩蛋 為榮 對 我是 對 我承認我是 對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 至少這個二十幾年 漫威 十幾年 這種所謂的漫威電影系統 做到現在 對 他把這個 養出我這樣的人 他把現在的電影觀眾 訓練成了這個樣子 我記得前幾天 我才看到一個新聞 說凱文廢奇說 有人問凱文廢奇說 為什麼現在 許多觀眾對那個漫威電影 感覺好像有點厭煩的 對 凱文廢奇就回答說 現在觀眾對漫威電影厭煩 那是因為說漫威電影 就好像每天要回家做作業一樣 讓人漫威電影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 當你 當許多人看電影 只是為了 那個 可以互相比較 對 誰的資訊比較多 誰得到的資訊比較多的時候 我覺得這並不是一個 很好的現象 對 對 就我自己看這部片 我可以想說 我在現場 我觀察到哪些星星 我是今天在金戰影城 對 金戰影城看的人 那我那場幾乎是九層滿 戲院九層滿的觀眾 代表說 大家非常 非常 非常的期待這部片 對 說不定很多人 一年 對 一年來只看一部電影 他可能就選這一部 因為這一部可能是 他比較有聽過的角色 比較有聽過的名字 對 他想說 那個是死侍加金剛狼 對 那我一定要看 這是很多人很期待 現場朝聖 對 現場朝聖 好 然後我看之後 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對 我三部死侍都是在 電影院看的 對 這一部死侍是我聽過 我笑聲最少的死侍 聽內笑聲最少的死侍 聽內笑聲最少的死侍 就是這樣 對 對 第一集第二集 很多人都笑得很開心喔 我第二集還看兩次 我第二集還是到日本 還有特地到日本的電影院 在看一次的 第二集連日本的電影院 都有人在笑 對 第三集到我到目前為止 這三部死侍裡面 我聽到電影院的笑聲 是笑聲最少的一次 第三集是目前笑聲最少的一次 對 就是表示有人沒gay到那些點 對 很多人是 對 我必須要拆成三個部分 對 為什麼笑聲會最少一次 對 死侍喔 他是一個 那個所謂的 我可以打破的第四面牆 對 他就會馬上講一些 很瘋狂 不管是什麼 很Meta的事情啊 很業界的事情啊 對 但是 這些笑點 在這一集 這一集 其實是最 最不密集的一次 有三個重點 第一件事情是 他必須要把 戲份分給修傑克曼 對 是 然後呢 這又顯示到一個問題 他要把戲份分給修傑克曼 那修傑克曼的角色 他是怎樣一個角色 修傑克曼的角色 他是喔 他並不是我們所熟知那個金剛狼 他是一個從另外一個宇宙 帶過來的金剛狼 對 他身上 對 好像有很多的那個哀愁 對 沒有解 對 其實我整部片看完 我並不知道說 這個 這個人 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個角色是模糊的 他是我們只知道說他過很辛苦 他以前好像有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我們還看到他內心世界 有一大堆很像那個死磚塊 像復活島死磚一樣東西 他沒 對 沒有解釋那個東西是幹嘛的 對吧 對我們都並不知道 他好像有個東西 然後呢 他這整個人的這個角色呢 好像就是這樣子 他是一個很模糊的角色 然後這個很模糊的角色 就跟著死磚 對在那邊打打鬧鬧 對然後打鬧鬧 然後跟死磚一起冒險 冒險完了 他好像就這樣子 變成了死磚一家人 的其中一份子 對 他是這個這角色是這麼的模糊 但這部片還是給了他三大場 對 三大場的戲 讓他去秀演技 對 他跟那些 不過羅根會被 就在羅根那部片 是不是他也同樣模糊 對 羅根那部片 我覺得這就是因為 這部片他的背景是這麼的 模糊 對羅根我們還是 會讓我們聯想到說 好像是過去的那一個金剛狼 但這一部的金剛狼 對 是一個從另外一個宇宙來的 對我們不清楚 他我們對這個角色是模糊的 我們只知道他很 對他很那個憂鬱 然後還給他的憂鬱 兩段戲 在那邊講很長的獨白說 哇我以前怎麼樣 對我以前 對好像不是個好人 對這樣 對光是這些時間分給他 就代表說 萊恩雷諾斯的表現 對 就變少了 對 偏偏 我們可以這樣想 對我們想要看 死士跟金剛狼 那那個萊恩雷諾斯 他是 對 最近十年 最成功的 演員 最成功的喜劇演員之一 對大家來看 萊恩雷諾斯的部片 就是來看他講這些 他那些睡嘴 講那些 有的沒有的話 對他在其他電影裡面也是這樣表現 那個像他前陣子 那個兒童片 那我想看 但沒有看到那一部 那一部我覺得不好看 喔 幻幻之交喔 對對對幻幻之交 幻幻之交還好 對幻幻之交還好 對幻幻之交還好 但是要不太嘴 對 但至少偶然已經是 就是跟湯姆克爾斯一樣 是幾個碩國僅存 可以讓一般觀眾 就是 叫名字我會為了名字進場 的那種 對對對對對 他是任意在這種人 其實他每部片 都是用類似十四的方式 他幾乎每部片都是用類似十四的方式 在那邊睡嘴嘛 所以觀眾進來看 就想要看他睡嘴 但是呢 就已經有幾乎一半左右的時間 要讓給修格捷克滿 修格捷克滿 大家知道他是個型男 他很帥 他這麼多年來代表著金剛狼 對 而且演技又好 所以這部片特別分了三分 至少三分之一的戲 是給他修演技的 對 但是演技這種東西 他需要戲劇來支撐 對 你必須要知道說 這個人他過去是怎樣怎樣 他到底是有多重感情 怎樣的 他到底發生什麼 但是沒有 這個角色就是一個空的角色 但修格捷克滿還是很敬業 對 他還是超敬業在那邊 明明可能他自己也 也沒收到什麼那個背景角色 但他還是把東西演出來了 他當然是個厲害的演員 可是在觀眾就是 就是一個空的感覺 看到說 對 就是一個 演戲演得很好的空殼子 在我面前演戲那種感覺 對 那種感覺跟 如果這個角色是 真的從我們所知的那個 金剛狼宇宙的那個金剛狼來演 那就很有意義 可是這角色不是啊 他是一個 長得一模一樣 類似的 跟角色而已 所以大俠現在是覺得他不是 你覺得他跟過去的金剛狼是連不起來 嗯 我覺得是這個 他這種連接是非常的非常的 薄弱 是吧 我覺得可以說薄墨 但然後呢 為什麼會這麼薄弱 這就牽扯到 肉片對 反派角色設定 他反派角色 他大概 對 劇情大概開始大概十五分鐘 史詩就被抓去那個 時空局 時空局 對 然後時空局呢 就開始 那個花了大概十幾分鐘的時間 跟他解釋說 這個我現在要幹嘛 你現在這個時空 就要毀滅了 我要幹嘛幹嘛 在瞬間 在那一段戲 我就突然有點聞到 一些些雷味 這個設定很雷啊 他那麼的完全完全全都是打高空 打高空的那種 很那個 很 並沒辦法讓觀眾感切到任何 情感上 與危機上的那種刺激感設定 對 其實你們前面好像也講到了嘛 對他自己這個 這部片反派是個超級硬傷啊 對 前兩部都都還不錯喔 對 這一部不知道什麼 這反派是一個 比羅根還空的反派 我覺得 這部片的反派為了壞而壞 對 真的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設定 他就是喔 他只有 他只有一個設定 他沒有 真正的 沒有人性啦 我覺得在某方面 他不是那麼有人性 雖然有幾幕好像突然間來了一下 但是我覺得絕大多數他們 這兩個角色面對的就是一個無敵 然後沒有辦法去抵抗的一個強大的 就是 就是一個那種壓倒性的力量 這樣子 嗯 其實其實主要是為了設計給這兩個角色反抗用 而不是 像那個女生角色嘛 那那個 X教授的那個 妹妹嘛 對 他不是 他不是已經被人打了幾槍 然後 對 他說要救他 對 對 你們殺那個 你們可以殺了我 但我們就不能 但你們就不能回去了 然後你們呢 只要回去 就要把我那個 對 而且我一定會殺死你們 然後我想說 你把他這麼毒啊 你看 他們那一段 但我忘記他們做什麼 他們就是決定要做什麼東西 然後那個女生毀了一句話 就是 就 感覺那個 感覺那個 編劇也放棄 他深入他設定的 反正他的目標 反正就是 不論如何那個 我的壞要繼續演下去 後面的戲才有 才有辦法繼續編下去 那種感覺 他這樣子的設計是已經有點卡通化了 就是 因為 在那一副瞬間是有想要打動他 他好像也動搖了 可是 因為他在接下來還要繼續扮演反派 所以我只能讓他稍微一下下而已 的那種感覺 是的 然後那時候就會覺得 好吧 這個女的講不聽 但是我 像我剛剛的解釋 我就覺得他好像 如果你要這樣講 我覺得這東西其實有一點諷刺的影響 這就是 邪惡女權 對他這樣反派讓一個女性來 來扮演他為什麼不讓邪惡X教授來 一定要讓他妹妹來的 對 這是有意思的 而且還要有一個同盔把他遮住 讓他無法發揮 然後這還是一個萬磁王 那個什麼 萬磁王跟紅 那個叫什麼 紅坦克的虧 對然後 然後在這邊 我就覺得這有點故意的 好吧 哇 OK 對 我剛才說了幾個兩層面 第三個層面 第三個層面就是 我們可以把這部片分成三段 第一段就是 十四好多時空局去 然後第三段是 他們回到十四宇宙 對 第二段我也覺得挺尷尬的 第二段他們陷入了 那個 那個 對 瘋狂脈絲的世界 對 我覺得那個 他們某些程度上 那個 對一件事情 預測錯誤的 對 他們 這個製作單位 那個 以為 以為福利歐沙會很弱 會大賣 會大賣 福利歐沙砸了 幹 這什麼 唉唷 在場 在場那個 對 我那場戲 看到很多 是蠻多人 聽到福利歐沙四個字 都笑開 都笑了啦 但他們肯定那個 應該只知道說 有福利歐沙作物片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 我們就是 看了好幾場 那個 那個金剛狼跟石勢對戰 對對戰一次還不夠 對 在一次打完之後 要在車內 打第二次 對 打第二次之後 打完第二次之後 才被 那個 好的石勢 帥氣石勢 帥氣石勢 對 帥氣石勢 然後發現帥氣石勢之後 就跑到刀鋒戰士那邊了 但 其實 那個 刀鋒戰士那邊 對 跟幻影殺手那邊 我覺得還不錯啦 還不錯 所以他就是真的 把那些 對 歷史的東西 帶回來 那些以前 大家不管是 那個 大家 傳說中的金牌手 還是那些 刀鋒戰士 我覺得他們有帶回來 但的確就是 你們前面都講了嘛 對 有些 我也在懷疑 那些觀眾 對 到底認不認識他們 到底認不認識他們 但沒關係 反正劇情進展 好像還可以 對 至少 那個 至少他們 其實有 算是有 帶到說 這些角色都被人遺忘了 對 他們要重新 帶一個神機出來 幻幻之交 幹 他媽的 幻幻之交 幻幻之交 也是被遺忘的角色 我都覺得他們的創意 創意重疊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來的 尼諾斯一天到晚再開劇本會 你知道嗎 那個超迷疊在一塊 對 我相信 至少 幻幻之交 我不知道 但是死士的他介入程度 他一定是非常高的 對啊 沒有他就直接有掛名 編劇啊 對啊 對啊 那他每天演的戲 就把他演的戲 其中一部分拿來弄 對啊 好吧 那接下來 就是 他們回到了 他們回到了那個 死士的宇宙嘛 嗯 其實 一大堆死士冒出來那邊 我也覺得 還蠻 還蠻有趣的 對 我就會 比如說 我是嘗試 假設我是死士 死士迷 不是假設我是 X戰警迷 我會想要看到什麼場面 那我就想說 我就是想要看到 對 一大堆死士 對 在這邊打來打去的感覺 因為最近幾年都 那個 多重宇宙都很紅嘛 對 那我就會想說 對 這是瑞克與莫蒂梗 是 是 那種概念 對 但是呢 打完了一大堆死士 接下來就是要到那個 接電流那邊 對那邊就整個都垮掉了 那邊 那邊我覺得是 完全就是 為了設定而設定 需要結束了 所以現在 對 現在要有一個結束的戲 大概 就是他的 你要講的話就是他 解釋性台詞 非常明確 對 你們來了 然後我們現在有這個東西快要壞掉 怎麼辦 所以你們兩個就要下去手牽手 幹 就要開始做點事 就要開始做點事 對 開始做點事 然後呢 事情做完了 那個世界 又又解救了 然後兩個人呢 從此成為好家人 對 結束 對 然後我就覺得 看完之後我就覺得 好像內心裡面不太踏實的感覺 對 或許 或許真的像 此次開頭說這樣的 對 這一次修傑克曼領到了非常多的薪水 所以他願意 他願意再次復活 對 重新加入迪士尼這個打家庭 對不對 對 要到90歲 我覺得其實有幾個真正的關鍵 對 第一個是 這部片的確有幾個橋段 像我剛才講的 那個 把那個那些老演員帶回來橋段 對 還有幾個 還有像後面那斯斯那橋段 對 對 甚至幾個那個 跟福利歐沙那邊有關的橋段 其實也都還不錯 像那個 對 像跟那個 克里斯伊凡那幾部 其實都很有趣 都很有趣 因為是呢 他們沒有 串的不好 他們我覺得這部片 可能跟那個去年那個什麼 編劇罷工 他們絕對有受到一些影響 對 因為去年編劇罷工 罷工了很久 對 變成說他們 只能 對 那個勉強性的 把一些好概念 用很粗糙的手法 對 想趕快接在一起 對 好好好好的把 對 這個 這個東西生出來 對 讓觀眾 來看 也就是說其實這部片 所以某些從事上 對 我覺得這部片 這個 他的確是一部粉絲像電影 對 然後呢 他也 他也 的確確呢 對那個福斯的X戰警系列 他的確也有他的心意 對 所以某些從事上 我必須要把我自己的標準 降得非常非常低 對 我必須承認說 我這部片其實就是獻給 這些 對 福斯電影粉絲們的 最後一封信 因為看起來應該不會有其他封的 不是情書 對 這是最後一封信 應該是那個慕名字 應該是慕名字 遺書 遺書 幹 這個 我的標題又變得很恐怖 知道 死士與金剛狼 然後呢 萊恩雷諾斯獻給福斯 漫威電影宇宙的一封遺書 幹 不要忘靠 知道 喔 好 對 這部片 他真正 依靠的就是三個事情 就是 這個 這個就是死士粉 對 尤其是漫威的死士粉 就是這個儲勳 第二個是修傑克曼的粉 對 對那個金剛狼這個角色 有情感人 然後呢 偏偏呢 那些那個 那些 服飾小角色 刀鋒戰士小角色 是最少的 最少的 最少的 對 他真正依靠的是 這三個 這兩那個 萊恩雷諾斯 跟那個秀傑克曼粉 對 他最有趣的 幾個設定 其實是粉絲最少的 對 這是作物片最尷尬的地方 對 但是 但是我們這一場看電影的人 對 我當然會覺得很有趣啊 對 但是那個完全沒接觸過 刀鋒戰士的人 對 他看完電影 對 一定只是更多問號 但變成說 他們還要 他們還要上網去查說 那個出現的黑人 對 是誰 對 為什麼死士要說他好像退休了 他們還要去查 這又回到了 對 我們過去所講的那種漫威電影 對好像要人 要讓人去做功課 看彩蛋 那個時候的程度了 對 對 我覺得 現在的觀眾可能已經 喪失了一部分的耐心 去做這些工作了 對 對 他們現在應該並不會 對 會特別為了 想要解讀某些電影的 對 彩蛋跟什麼的 還要再花時間特地去找 對 我覺得現在觀眾 要的可能是更更 更單純更直接的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像那些 不管是 開頭三分之一 那個時空去解釋一大堆 還有 那個老角色出來 那 那只能對老觀眾 對 有加分 我覺得對目前很多觀眾其實 反而是 反而有點失策 反而有點失策 我覺得會不會覺得這個樣子 對 對 他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這一部片 是啦 但是我覺得他在這個選擇上面 其實他是在銀河 30歲40歲左右的觀眾群 對 像我們這些了解的那般會覺得 這個 對 的確很有心 我相信萊恩人樂斯 他的確是個有心的人 對 但那個 但是目前 就我自己目前感受到 電影院的氣氛 要拯救電影業 這樣子是不行的 但這部片票房肯定可以拯救電影業 但是我目前在電影院中感受到的氣氛 可能 可能 沒有像 拍片人想的那麼好 對 就我目前在感受很明顯是這樣的 對 這個道理 這個道理跟 你們都是去看特應的嘛 對特應的人一定很捧場啊 因為這些特應的人都是看電影的 都是常看電影的 對 對一般觀眾 對 一般觀眾不是這麼核心的觀眾群 是吧 是啊 我覺得這一點讓我有點擔憂了 但我覺得他票房一定很好 這其實是不一定的 因為老實說 我要報告一下 我看特應場的感覺 因為特應場事實上 會有感覺的人 也不是全部 很多人來看電影 他們的身份可能是記者 可能是那個 有在報娛樂線的 但事實上這些人對電影 反而也不是那麼的geek 這就是我當年在看一集玩家的時候 我覺得幹場子怎麼會這麼冷 就是他講的什麼回到未來啊 然後洽急啊 然後鋼彈啊 沒有任何反應 對 然後問題是對我來說都超級有反應 也就是說在業 在台灣的 至少在台灣的會來看事片的 娛樂業界他們 對於 這些宅圈的東西 的了解 也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大 對所以 也代表了某一部分的 冷靜觀眾群 你知道嗎 他可能會更 你知道 我們在笑 然後旁邊就有幾個非常安靜的女士們 這樣子 冷冷的在看著這一切 所以有時候也蠻有點尷尬感的 對 好吧 對 這是什麼便當 什麼便當 什麼便當 對 史詩系列一直都不算便當 史詩系列都應該算是 這個可能很有特色的 那種另類餐點 比較另類餐點 比如說像那個 對 我們可以當他是那個 美國西部炸炸牛排之類的那種 還在那個塔巴斯克辣醬那種 比較瘋狂的餐點 對 第一集第二集都可以試 第三集可能比較像 那種 很久沒有做炸那個 辣醬牛排的主廚 然後 重出醬乳回來了 對 他號稱他帶了第二塊 新的 對 新的口味 想要把兩塊一起融合 強強聯手 對對對 但是沒想到他家的那個 辣醬那個 很多人那個 吃的都 對 太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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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下去了 吃不下去了 但是那個真正懂大的人 會了解他那個辣 對對對 是那個很厲害的辣 可能因為太辣了 對 反而沒人吃得懂的 對 反而造成他在賣的時候 那個可能會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 忠誠 忠誠的這個時刻會 但是我相信忠誠的時刻會 搞不好會連吃好幾次 但是對於那種 那個慕名而來 然後事實上 沒有真的吃過他東西的人 對 可能就會 我有點 看不到你要 吃不下去了 有點覺得這東西 好像那個什麼 太 太難了 有啦 我相信那個 最後還是可以靠漫威余光 那個賣到 那個還是可以讓一些人 欸 即使那個心裡沒看懂 但還是可能還是 你的意思是說 我其實覺得沒有很好吃 但大家都說好吃了 我不好意思 我相信還是會有這樣的 還是網紅店啊 就是很多人啊 大部分都是這種人啊 不是 你最好就是要能夠 虎過這些人吧 對不對 對 其實通常賣電影 就是要想辦法虎過這些 所以以前賣 所以以前賣威才那麼努力的 推銷 然後各種那個故事彩蛋之類的東西吧 但是 這一招 他一定有個盡頭的 對 這很明顯就是這幾天 對 你要看大家 是不是對這件事情已經疲乏了 我沒有 那個 我沒有去看 但是我跟別人討論 我們都是美漫迷 我們說如果他真的想要搞彩蛋這一招 他就不應該找金剛狼 他應該找蜘蛛人 沒有 但是他在 實際上要執行有困難 我沒有我覺得他真的要執行不會有困難 對啦 照援助當然是 那個小隻 就是我們講彼得跟韋德兩個人的嘴炮程度是 齊骨相當的 可是 對 可是我講過了 因為 你實際執行上面的狀況 你要考慮是萊恩雷諾斯 他 跟他搭的大概真的只有修傑克慢了 對 也不一定啦 但是我覺得 沒有我只是單袖 他們如果想玩彩蛋的話 這一定是對所有那個 所有會看彩蛋的人 這是最大的彩蛋 對啊 沒有我個人覺得那個什麼 呃在演員表演上未必會有問題 只是 對於那個什麼 漫威的利益來講 可能是他們不樂見 對 這是變成會變成如果你要這樣玩 就變成浮屍電影宇宙與索迪漫威電影宇宙的結合 MCU就 尾獸 可能 我們也覺得 那個三代蜘蛛人中第二代蜘蛛人的效果 可能會是最好的 你說那個什麼 我們的那個 夾飛 那德魯夾飛貓 對 我覺得他的效果會是 對 他的效果會是最好的 如果說如果真的要玩 這組CP的話 對對對 好吧 好吧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什麼 呃大俠的那個什麼 的結論 好 是牛排辣醬 食物論 好吧 可惡我這個時候講這個很餓 你剛剛已經吃很多了 我還吃了 我想吃 你啥很厲害好不好 我都覺得晚上吃東西一定會胖 你知道我都覺得我自己是 每次看看自己日間隆起的肚子 都覺得很 我又要做邪惡的事情 為什麼又是胖 幹好煩 真羨慕 我整天沒吃東西耶 我就剛才吃的那兩樣東西 真羨慕就是吃不胖的人 然後我整天就吃了這兩樣東西 我胖才怪 可是半夜吃東西 人家不就非常容易胖 好不好 好啦 對那個時候 我沒辦法忍受整天不吃東西 我一直在吃東西 對 好好吃辣醬牛排 你現在點點看啦 看有沒有UberEater 有沒有晚上半夜辣醬牛排 我剛才翻了五分鐘沒有 還真的有看 好 半夜現在幾點 3點39 4點半 好啦我來 4點半了嗎 還是3點半 3點半 好啦好啦 還有53位朋友 來讓我來講一下 我的感覺 死侍果然還是有受到一些矚目啦 這麼晚還有 這麼晚還有53 還是53個人都睡著 對 哈哈哈哈 大概是 大概是 有多了 平常大概20% 我硬拉大家 那個什麼 陪我那個什麼 聊那個4月 它將到了 好 來 我來講一下那個什麼 我看死侍與金剛狼的感覺 其實我還蠻 我還蠻感動的 對 雖然大俠覺得好像那個啥 這這給不太到 但是我覺得我蠻給的到 因為其實 嗯 我先不提那個什麼 我們的情懷部分 我先講故事的部分 因為老實說 雖然說這部片 我覺得它是7分綜藝節目啊 3分才講故事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點 其實絕對 多半都是在 他叉咳打婚 逗你 逗你樂子啊 對 來讓你那個什麼 在這部片 覺得你花是筆錢進來 你沒有 你沒有那個什麼 白花錢 你被娛樂到了這樣子 老實說啦 以一個那個什麼 想要看爆米花觀眾的 人而 的觀眾而言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萊安雷諾 是有 所以他其實一直不斷努力的 讓 要讓觀眾 被開心到 那但是我先講故事的部分 因為 雖然故事的部分不多 但我覺得它 的核心價值滿明確的 這是兩個 失敗者的故事 然後其實 只是他自己本身有講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其實 內心深處一直覺得 渴望自己當英雄 其實這是個新命題 過去的史詩其實就是 沒有這種概念 第二集好像都沒有 第二集感覺起來都是人家 要強加你責任 然後我勉為其難來擔負這個責任 但是我就偏偏要用我奇怪的方法 對 我就有點玩事不公的 我就為什麼不可以這樣玩 等那種概念 對 但是到第三集的設定是 他突然間 有一種我的人生到這邊 到底 要做什麼 我開始突然間 他開始認真起來了 你知道 他開始認真覺得 也許我也可以做點什麼吧 我也不差 我也想做點什麼 這就是前面那一段他跟 HAPPY的對話 他去面試的對話 他想成為 復仇者 雖然我個人覺得這也是十四根 然後 史詩想加入復仇者聯盟 而且他有點故意喔 他有設定在2018年的時候想要加入喔 各位2018年那個終局之戰還沒打 你如果注意到的話 也就是說 他其實有點在暗示觀眾 那個時候 史詩其實有機會進去 但是呢 沒有進去 沒有如願 所以最後終局自然沒他 他在跟HAPPY面試的時候 然後這一段其實是有一點那種 我覺得他在描寫一些 我明明 我就覺得我懷彩不育 我覺得明明就可以做到什麼 為什麼不讓我做 的那種感覺 對 但是他這邊的命題就是說 你知道 要當復仇者聯盟 不是你需要 他們 而是你 你的 你必須要奉獻 而不是你有需要做什麼 這倒是這部電影裡面最主要的信 他的阻止 到最後他的醒悟 才是那個樣子 才是兩個人手牽手去犧牲 漫威耶穌 為什麼要十字 也是耶穌 蠻明顯的 漫威耶穌 耶穌 犧牲 但是這個命題 事實上我覺得 在超級英雄類電影裡面 我覺得做得最成功的 並不是十字 就是這個命題讓我講到最後 我覺得 哇乾 我有點被感動了 然後我也那個什麼 GET到 你知道 是康斯坦丁 驅魔神探 就是 我一直有需要 我一直不想要 我一直希望能夠不要下地獄 但是那是女婿 直到他死心 他就是開始 以 那個什麼 以自己的犧牲 然後只想要救某個人的時候 哇 他要上天堂 你知道 那個當時我才會覺得 這個超厲害的 你知道嗎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那個梗好屌 還可以殺蛋比宗旨 然後殺蛋 然後他也是比個宗旨 你知道 哇乾 這一段好 好嗨啊 但是這是 而且這是文系的 這就是 這是一種文系的興奮 你知道嗎 然後騙到你了 有這種感覺 對 那此事呢 這邊其實也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 他去尋找金鋼狼的旅程 到最後找到了這個金鋼狼 是一個失敗者 大家覺得他沒有連貫 但其實我覺得 是可以連貫 就是 從X戰警123 然後那個什麼 金鋼狼1 金鋼狼2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失敗者 金鋼狼其實一直有背負著 一種他的悲傷 就是他覺得他想要救人 但是他沒有辦法救到任何人 然後他自己又很扭 然後甚至我覺得在羅根那個部分 羅根那個 我剛剛一開始有問過大俠 我其實覺得 如果你要把羅根直接拼成一個單獨的 那其實是因為你已經很了解 前面X戰警123的金鋼狼 然後你才有辦法把他連起來 但是事實上他們的故事並不連貫 這是X戰警系列 還有金鋼狼那個什麼 12級系列的那個通病 他們都好像是平行時空的金鋼狼的感覺 但是他們好像都有一點點關聯 都好像在某種情況上關聯 但是事實上 你要硬把它點在一塊 好像都有一些說不同的地方 所以這就可以解釋成 你要講這像馬可多的腦補也可以啦 這就像是 六部電影感覺起來是六個宇宙的金鋼狼似的你知道 但是他們 他們的那個個性跟情緒都是連貫的 只是他們可能在某種情況下 的時空 這個人沒有死光 這個只死了他朋友 只死了一兩個 然後但是在這個版本是全都死光 所以事實上你如果想要把它 這個修吉克蔓延的金鋼狼跟任何一集去接 我覺得都還可以連貫 因為他其實可以跟第一集的那個什麼的他 來就是X戰警第一集的他來做一個那個什麼 銜接為什麼 他在第一集的時候是怎麼樣都不願意穿上制服的一個人 對 但是 當他遇到他的時候 他也在一樣在跟第一集一樣在那邊喝人夢酒 幾乎是長得很像的場景喔 然後大家都很不喜歡他 然後還有人拿出散彈槍來要叫他滾 這個其實是他在一開始遇到 是重複的 是跟第一集的那個Rogue 遇到小淘氣的時候 的那個場景是幾乎一樣的 然後只是來找他的並不是小淘氣 而是死侍 然後死侍在問他的時候 這時候卻發現他的衣服裡面穿的是黃色的戰衣 是X-Man的衣服 就是他覺得很噁心很很 那什麼樣的原因讓這個 有偶包的男人既然穿上了這個黃色景深衣呢 然後這就是一個迷了 直到最後才講 然後這個時候就當然就是所謂的我們的修傑克門發揮演技的 的部分 雖然我個人一直都覺得修傑克班演技沒有很好 沒有他有幾他有幾部片讓我真的覺得他好厲害 很會演但是他必須要找到一個很好的 很好可以讓他發揮的劇本 不然但在絕大多數時候他是 他是讓我覺得是一種湯姆克魯斯型的演員 就是他偶包很重的演員 對那這邊其實是利用 利用他過去偶包很重的這種 行男要維持一個樣子 然後然後再來那個時候 讓史詩一直不斷的鬥弄他 你這個這麼ㄍㄧㄥ的人 我就要在你面前一直不斷 你要笑我要鬥你笑 那種 這是有點那種相聲團體 一個是冷面的人 然後一個是一直不斷在旁邊弄他的 的那種概念 不過 不過說老實話 我其實覺得他們兩個人的化學作用沒有很好 即使是在那種搞笑 那種搞笑的YouTube影片裡面 我也覺得沒有到特別好 對 只是因為修傑克曼實在太巨星 然後這樣子一個巨星 既然願意跟萊恩雷諾斯玩這個 讓你很驚喜 但是我覺得他的化學效用 並不是說多麼好 對 好 就是這是一個聲勢 然後一直不斷的願意跟一個醜角玩玩 玩遊戲 他們兩個應該說 那個金鋼狼的世界跟那個死四世界 一直到製作片最後其實並沒有真的融合在一起 對 他們兩個有互相在 他們 我覺得 男人是有故意在讓 但是那個金鋼狼 放不太開 他好像並沒有接到 沒有接到球 並沒有接到球 他故意在讓球 但他沒有接到球 但我覺得這可能是表演風格的問題 是啊 我覺得他們 該怎麼說的 老實說修傑克曼也不是說放不開的男人 但是他的放得開 常常都是載歌載舞的 一種 把自己裝飾出來的表演方法 好像 像是那種大娛樂家這樣子的東西 拿一支雨傘然後在那邊跳舞啊 有沒有 對不對 但是那種感覺其實我覺得也都是一種 安排好的舞步 而不是他可以很隨性的丟接球 然後 自由發揮 他的東西感覺起來是一種強制設計過的動作 然後這種的跟萊恩雷諾的那種 我很隨性 然後我想到什麼就幹什麼的那種 事實上是不太一樣的 不過你知道台灣過去也有這樣子的搭檔喔 那個李立群跟李國修 那我在看那個我在看他們訪談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李立群是一個 非常嚴格要求自己的人 他的每一個動作都是安排好的 可是李國修是非常的隨性的 對 但是這兩個人可以可以成立 但是是需要我覺得是需要很長久的訓練 默契 他們的默契要很好 對 那在這個案例我其實覺得 他們兩個 萊恩雷諾跟修傑克曼沒有到 沒有到這麼的 Match 他的Match是一種 表面上表演出來 商業合作性的 對 好 這個是前提啦 對 但是呢 這部片 他設計的讓一個失敗者讓兩個失敗者 對 一個是 我覺得那個什麼 十四的特色是 你看他被十變局找出來 是他突然間覺得他自己真的有機會 我被挖那個什麼 你看那個復仇的聯盟沒有要我 但是十變局要我啊 你看我真棒啊 對 可是他接下來那一段那段戲很短很短很快很快 你知道真的是耍嘴鼻子而過但是呢 嗯 他突然間發現 他如果要功成名就的話就變成要犧牲他所有的家人 朋友們 他不願意 你知道 他大概就在這一段裡面 他開始覺得十變局是一個邪惡的組織 你知道 對 哪有這種哪有這種事 我要我又要我必須要既當英雄然後又要保護我家人 你知道你如果要讓我成為一個那個什麼 我們可以改變這個世界改變整個宇宙的人 可是我的這個世界 我的那個小世界卻整個消失了 我才不要 所以他要兩全其美 你知道 對這個 我問一下 那個促雄 你會不會覺得啊 十變局那個貝潤先生這個角色有點在影射迪士尼 可以這麼說啊 不過我覺得 就是好啦當然他是有嘲諷的對象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劇本裡面 他在描繪的就是那種上班族 你知道嗎 主管 要你為了整個公司 犧牲你全部家人跟你的幸福 大概是這種味道吧 對 然後他覺得 對他沒有價值的項目 他就把他砍掉 對啊 對沒有價值 那就是所謂我們只追求 效益與數字嘛 對 當然你要拿他來嘲諷那個迪士尼高層也可以 對 沒有績效的loser就被砍掉嘛 就被十變局丟掉了嘛 對不對 所以下面才會有幻影殺手這種人 對不對 那個真的是蠻直接的 你知道嗎 全部都是被丟棄的項目啊 全部都是不賺錢的東西 就全部都被丟在裡面啊 對各種 甚至連那個時候剛開始都沒有了 就掉進去裡面了嘛 對不對 反正你看到很多夢幻的東西 全部都不屬於那個什麼 在這個 他們丟掉的那個區域 你看他什麼很矮的金剛狼 你知道 160公分 這個是符合漫畫 符合漫畫設定喔 真矮啊 不行不行 有沒有 對但是在那個世界之關是成立 電影宇宙不要嘛 就是就沒有走到那一段 或者是亨利卡維爾金剛狼 然後最夢幻的 你知道嗎 肌肉真大 對但是仍舊我們寢不到啦 對 各種各種那個什麼 觸巢 這幾段那個什麼 蒙太奇 然後這時候還放一首歌 The Power of Love 你知道嗎 這超故意的 你如果是電影名 你就知道為什麼放這首歌 因為這是回到未來主題曲 你知道嗎 所以當然拿了十片局的工具的時候 就穿梭各個時空 哇那個The Power of Love 知道嗎 這個是有梗 但是我覺得那個一樣 這個娛樂屬於電影迷們 知道 這種樂趣屬於電影迷 但是那個時候對於不懂的人 那就是一首很老的歌 對 好吧 那你知道 但是他們可能可以看到亨利卡維爾而開心 或者是這些東西都不懂得看到一個矮子老 矮子羅根也會開心 沒看漫畫也大概知道也會被逗樂啊 那真矮啊 之類的 ok 好 但是以故事來講 其實這是一個兩個魯蛇的故事 一個是失去了過去 一個是 不願意為了這種事情 然後而妥協的人 那到最後一刻呢 他們在面對 你知道邪惡女權 然後呢 是要帶領什麼 帶領這些被拋棄的魯蛇一起 一起去增一個可能性 老實說我覺得這個故事設定是 是熱血的啦 知道 身為一個魯蛇 身為一個魯蛇 我覺得 我能夠 我能夠非常能夠同理這種感覺 雖然 他的很多號召的部分 事實上是非常廉價又快速 知道 就幻影殺手幾個人突然間就約好 就是 要幫他這麼一把 老實說我個人是覺得 嗯 這是你們講的太快了 沒什麼說服你 你開玩笑啊 我們怎麼打得贏 對 然後那個時候講個幾句 我們要給他一個好看 然後那個時候 這個時候死侍還要在旁邊 哎呀你的口音 我真的沒聽懂啊 什麼之類的 對 好吧 但是你知道那一段 因為給大家的那個什麼 情懷太愉快了 你知道 所以我們自己都知道會怎樣 其實這部片最大的特色就是 你就知道會怎樣 然後 就他就是完全是一個套路曲線 但是呢 他就是一個超大型綜藝節目 你知道他最後會怎樣 但是你不在乎 為什麼 這中間的娛樂大過你那些劇情啊 對 而最後咧 我覺得裡面有一段 就是剛剛大家講的那個時候 讓修傑克曼發揮演技的部分 他特地讓X23回來跟金剛狼講話 事實上是為了要延續羅根那種感覺 這蠻明顯的啦 對 但是羅根不認識X23 但是X23 卻跟他講說 在我的世界裡那個時候你救了我 然後 你always會 會再 會在最後出現 因為你是忍不住的 你骨子裡面就是個英雄 你這也不願意 你再怎麼不願意承認 你再怎麼鬧別扭 你都那個時候 你都是一個英雄 你到最後會出現 對 我覺得那一段X23跟那個 修傑克曼 的那個互動 是蠻感人的 對 大概可能是因為那個什麼 看羅根以後的那種共情作用吧 會看到這一對又再回來的那種感覺 你就會 對 你就會覺得這一段是有打動他啦 對 雖然老實說我個人覺得 這整部片裡面的那個什麼 的羅根 頑固的不可理喻 頑固的莫名其妙 你知道 就是他的痛苦 然後跟他答應某件事情 然後他然後他在開車的時候 只要一聽到一句話 又驅起來 然後我都覺得他的驅起來 有點莫名其妙 你知道嗎 對 就是理論上應該 他後面就應該有什麼大故事要揭入 結果 就是他就是 又因為他的一句話 然後就認定他在騙他 然後決定要揍他 可是我又覺得他 他所認定他的這件事情 超級薄弱 就感覺你還不如說他真的被他弄得很煩 想要揍他一頓這樣子 對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這部片 那種類型的打戲 事實上我看到後來有點 有點不耐煩 就我覺得你們只是為了打而打而已 對 我其實把這個歸咎為我老了 我覺得你們的打鬥沒有理由 也沒有必要 而且你們都不會死 所以你們真的在浪費時間 但我覺得那個時候 萊恩雷諾斯可能有發現這一點 所以他 在最後那段一個人 跟一大堆死士打架的時候 有讓一個人死掉 讓我們的帥死士死在那邊 就是你要超回覆 他說什麼超回覆 結果他就死了 算是開一個玩笑 但是我真的覺得沒有作用 因為他仍舊讓這一些打鬥 我覺得疲乏 因為沒有失去的打鬥 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你覺得你都會復原 那這場打鬥何來兇險之有 你要知道說這一團打鬥 事實上有些人會犧牲 或者是有些人 你才會感受到危險跟驚險 如果兩個人都會復原 你看他們隨便都算刺對方 這變成一種開玩笑 對 可是這個玩笑開了太多次了 就會有點膩 很疲乏 對很疲乏 真的滿疲乏的 尤其是打一大堆的時候 我是很疲乏的 知道 好吧 就看到一直看著這部片 最最常看到就是兩個男人 拿那個長行物 互相捧來同去 對啊 就是然後 所以這部片是那個 那個同志電影 他自己有講啊 他說我們 他前面還在那邊自我辯解 說我是從什麼時候 開始變得有點獵獅癖 我本來不是這樣子 有沒有他有這樣講啊 對 好吧 那 我覺得後面的那個什麼 我覺得是滿 後面的那一段合作 我是有被感動到的 因為在前面 至少我覺得在前面那個什麼 金剛狼 他很在乎 回去拯救他的世界 所以當後面 這一段就是 你一定要有一個犧牲 你想要拯救人 你想要拯救你的家人 你一定要有所犧牲的 對這個是 你知道所謂的 那個耶穌基督情節 好 萊塢電影到最後都是這樣 你要做自我犧牲 你才會顯得你的偉大 所以到這時候的時候死士呢 我覺得其實就覺得在動機上面 我覺得死士你 你要金剛狼陪你一起犧牲 我覺得有點不夠意思 因為這個宇宙不是他的宇宙 是你的宇宙 所以你要金剛狼去陪你 我覺得你好像不太對 所以在這一段死士就拼了命 我覺得我要自己去 對 我也覺得是合理的 那但是呢 在最後一刻金剛狼回來 我就滿感動 你知道嗎 因為這不是他的世界 但是他仍舊願意為了這件事情 然後陪你一起走到最後 哇靠 man啊 你知道你們兩個屁孩 打架打到最後 終於變朋友 你知道嗎 就是好 我終於覺得你好像為了 願意為了朋友 走這麼一回 然後跟我自己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我仍舊願意 給你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助你一臂之力 這就是朋友啊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這件事情對我有沒有利 而是 我想要幫你忙 就是這麼直接而已 所以當兩個人一起的時候 哇 這段有點感人 你知道嗎 當然啊 在畫面上也很細念 兩個真男人對抗一個臭女人 同歸於盡吧 那一段事實上是蠻嘲諷的啦 OK 好吧 所以在這一部玩裡面 我其實 但是我覺得他其實不是 以戲劇而言 他不能夠算是一個非常 完整的戲 因為他真的蠻少的 你知道 他比較像是那種情境喜劇式的那種 30分鐘 有沒有辦法在30分鐘讓你 喔 這樣子的東西 他有點像以前六人型那種東西 六人型那種 事實上突然間 他的部分事實上真的是 完全靠演員的表情 到最後 啊我們好覺得 舅儀好可愛啊 我們覺得 Russ人真感心啊 我們覺得Rachel 什麼那麼笨啊 然後什麼 可是是因為他們的表演跟你已經很長久以來認識這個角色 然後他突然間來一個這樣子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罐頭的笑聲 喔 我愛你 但是呢 他確實有效 確實有效 就是 我也的確會 哎呀 好開心啊 這樣子 被逗樂 對 因為 按照大俠之前所說的啦 十四二其實就是一個超大型情境喜劇的 對 那 在這一個點呢 這個情境喜劇縮水 但是呢 他的其他的那個樂子點啊 被放大 然後呢 他的連貫性變差 就變得已經接近那個精神尖孝等級的東西 他這一段鬧完了以後 然後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還是要去下一關的那種感覺非常明顯 那 對 就沒有連貫連貫的不好啦 對 但是在現在這個世界 你如果只是想要看一場喜劇的話 這些東西其實沒那麼重要 尤其是我們的十四可以打破第四面牆 所以他的 段落跟段落之間很破很破碎 其實好像也沒關係的感覺 他那裡面有幾段是非常明顯的打破 但是我覺得那個打破第四面牆沒有那麼好玩 就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他 打破玻璃啊 然後去瞧燈光啊 然後那個什麼 跟攝影師講講話然後再回去這樣子 對 但是對一樣 他沒有對那個整個戲 整個劇情造成決定性作用 然後最後把 我覺得這部電影其實 我覺得三四十歲以上的觀眾其實是 如果又有看電影的觀眾啊 是沒有理由不喜歡他的 而且我覺得這一部 可以說你看漫威電影 看了那麼久 你看到了很多彩蛋 很多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漫畫梗啊 什麼隱藏片尾啊 那麼長那麼那麼長久以來都是 是要有美漫達人去寫故事給你看的 你才知道的 老實說那些情懷並不屬於你我們啊 你知道嗎 但是呢 十四三的這些彩蛋梗 是完完全全屬於我們的東西喔 對 你只要有看過X戰警電影了 浮屍漫威電影宇宙 然後再看過什麼 幻影殺手啊 刀鋒戰士啊 驚奇四超人 驚奇四超人啊 你就會 你就會 完完全全get的到這個梗 這一部片可能是最 最能夠讓我們 原汁原味去了解 什麼是彩蛋梗 給你的喜悅的電影 老實說你以前看那個美國隊長2 然後有什麼梗 什麼 Hail Hydra 這個根本就不是你從小看漫畫的情懷 並不是 你知道嗎 你只是 在追流行 然後有那個什麼 娛樂新聞先告訴你 哎呀 漫畫這邊這邊已經Hail Hydra了 然後大家 喔呦 Hail Hydra好厲害喔 然後你就在 喔好厲害好厲害 然後接下來在終局之戰聽到Hail Hydra你就笑了 因為之前有提過 不過那也不過是 一兩年前的事情而已 但是呢 這一部死士與金剛狼 他的那些梗 就是20年前的東西 也不能說20 就在20年代的各部片裡面的東西 然後有些人還是你曾經都在電影院裡面看過 你青春過啊 我在看這一部的情懷是來自於 哇真的還真的是我從1998年那個時候去百事達 那個時候還是還是還是百事達 然後可能還錄影帶的 DVD還沒有普及 然後後來那個什麼夜魔俠 夜魔俠我就在電影院看 那部片真爛啊 他跟真理佛加納在公園裡面在那邊 擺出那個什麼 握住那個臥虎長榮知識的那個什麼 應該是還還剛剛才看還還剛剛受駭客任務影響 然後還要學基努李維這樣子來一個黃飛鴻知識這樣子 然後兩個人打然後速度又很慢 我真爛啊 但是那個他幹 換你下手欸 我看過你我認識你 對這 這個才是 這就是真正情懷你知道 那就是你真的在過去的年月歲月是有 然後這些東西呢 年輕人才不懂呢 年輕人在那邊問他是誰啊 你心中 幹那小孩子 然後這下子我懂了吧 你知道就是以前是別人告訴你 這下子是 你有沒有開始享受到你 只有你才知道的那種爽啊 不過老實說 二屬的優越感 不過老實說啦 這種爽其實對我來說不是爽啊 你知道 我一直以來都都過著這種 只有我才知道的寂寞感 你知道嗎 當戲院裡面大概八成的人不笑 只有你笑的時候那就很尷尬 你知道嗎 最好的辦法是電影裡面有四成的笑 六成的跟著乾笑 你這時候就有優越感 像你這樣講一集玩家只有一個人在笑就很難過啊 對不對 我們還是希望有人跟你共情 說我呢 哈哈 就是那個北達哥吉拉 然後或者是那個I choose鋼彈 那時候就哇好嗨喔 這還很多人啊 我那個點真的是全場只有我一個人Gay到 你Gay到哪一個 他在跳下來變成光彈之前的那一艘太空艦 那個是寧靜號 喔 衝出寧靜號欸 哇 這是寧靜號 全場只有我一個人在叫 這是影集梗 這是影集梗 只有我一個人在叫 對 你知道這個也是一種那個 你有看科幻影集你才知道的這種東西 那還是全世界排行第一名的科幻影集 國外每個人都High到不行 那問題台灣人就比較 你知道 沒文化嗎 台灣人就沒娛樂文化 然後都跟風 然後他們都只跟最吵的 那 這種比較需要深層的 那就是最吵啊 排行第一耶 沒辦法 就是真的很難啊 那我只能說 我比你幸運 你知道嗎 當年看一集換人家的時候 我們整場是 從頭High到尾 就是當然啊 這有那種粉絲包場 那個什麼一起High的感覺 會是更好嗎 我不是粉絲包場 就是一般的觀眾 那你就正好遇到了 那你們有人意識到寧靜昊嗎 我有看寧靜昊啊 並沒有 但是我看 對嘛 對不對就沒有人意識到那一台 我有看到 沒有 但我其實在電影院裡面 我覺得沒有注意到他 對 但是我是有看寧靜昊的影集 但是老實說啦 我在看寧靜昊的影集 是一種做功課的狀態去看的 因為我只有看到那部 電視電影 那很好看耶 我有看到那部電視電影 對 那 但是那部電視電影 我覺得做的 沒有很好看 就是他是一個 類似給粉絲嘉年華的一部長片 但是 可能都是必須要 你已經認識他們 你才會有感情的那種東西 那個本來就不是為了要拍他而拍 那個粉絲力量太大 那個他們才決定 看到異形有雞皮疙瘩嗎 其實也沒有啊 異形是在太常出現 所以他在別的地方出現 我覺得還好 靈性號出現很難 很難見耶 對啊 沒有我當年在一級玩家裡面 看到鋼彈的時候 我的興奮點是 看吧這種東西 在好萊塢裡面看到嗎 可能第一次吧 那就有一種 幹的好爽啊 的感覺 就是在裡面看到 在裡面看到一些其他 什麼回到未來的車子 我都覺得還好 我對阿基拉那台車 也是只有我有反應 我也覺得很訝異 阿基拉蠻多的那個 只是阿基 只是那個什麼 那輛車在裡面 有點驚鴻一撇啊 對就是沒有那麼快速介紹 害死那一台 對我只能說死力 死批薄 他畢竟是個電影粉啊 所以他在裡面那個什麼 很刻意的 拚命的要展示的 就只有鬼店那裡 看到鬼店那邊 我也覺得超好笑的 幹 另外一個角度的鬼店 你知道 他故意測另外一個角度過來 然後 我們在電影 因為你看不到這個角度的鬼店 你知道 可是當我們看到的時候 覺得很熱 你知道 但是你要看過鬼店 你知道 好吧 Alright 總而言之 死似 我覺得 他是好看的電影 對 但是呢 他是不是半衛耶穌 我也是要打個問號啊 對 他其實 對於福斯 有非常大的情感 我甚至覺得齁 萊恩雷諾斯 在做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覺得他比較 他的情感比較傾向於福斯電影宇宙 福斯漫威 應該是 怎麼想都是吧 對 就是 然後感覺起來是NCU有求於他 然後他偏要怎樣 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他講他自己是半衛耶穌 我覺得那個什麼 調侃 多過於他實際要不要救 然後 因為 這部片裡面幾乎沒有什麼NCU的角色出現 你頂多在裡面只聽到 哎呀我手上拿到一個東西我把他殺了 哎 不知道不是奇異博士嗎 你看 然後就在最後轉個圈 讓你知道有這個東西而已 但是 你看不到其他的那個什麼 NCU的人出來 我不知道啊 也許以後會出現啦 因為在這一次你可以看到萊恩雷諾斯 又跟我們凱文廢吉再次到處 到處走場子啊 然後我剛剛他在聽你們討論的時候 我又看到了 哎呀 新的Blade 那個什麼 又再預告了一次 你知道 因為他們的那個 前一陣子的影劇新聞 那個什麼都讓人家覺得很恐怖啊 馬赫夏拉阿里在那個什麼 在討論當中有提到說 那個什麼 已經已經那麼多年還是沒拍 我都覺得不可思議 好像導演 導演一直不斷辭職 這到底是怎樣 這部片是有多難拍 你知道嗎 但是你知道 你知道嗎 迪士尼一直有一個奇怪的 我都覺得已經 已經讓我覺得已經狼來了 你知道嗎 對 迪士尼有一個奇妙的狀態 就是你只要哪一部片 剛剛要宣傳的時候 想要打這個導演 很棒 很有才華 接下來就會說 他接下來還要負責什麼項目 你知道 像我們那個什麼 打一家我一滴體 你知道 在 索爾4的時候 就說 他接下來要負責星際大戰的那個什麼 新的星際大戰的那個 導演跟劇本 然後這時候我們他的聲勢浩大啊 你知道又有那個什麼 得奧斯卡最佳編劇獎嘛 對不對 然後他又那個什麼 倒雷層索爾3 然後正好要拍雷層索爾4啊 場子一定特別大嘛 然後砸了這個時候 那個 電影第四集砸了以後 也沒有算很雜啦 就是 大家 口碑不好啊 但是還是賺錢之後 然後 排一下我理理就說我吃了 我沒有跟新加大合作 他想說幹 你們根本就在一開始放炮 你知道 根本故意 太故意了你知道 好煩 其實不只 之前 那個 也有 說什麼迪士尼要找那個 拍神力與超人 對啊 對啊 導星際大戰的那個 沒有啊 沒有他們就是已經 養成了一種 我們現在畫餅畫特別大 然後接下來會不會沉默無所謂 的那種感覺 就是反那個 喔 Happy Hauke也是NCU角色 我真的覺得那個 Happy Hauke這個齁 是史詩在裡面用來開玩笑 你知道嗎 因為 Happy這個角色啊 我們的那個 他其實 最早在夜魔俠 最早在夜魔俠出現 所以他裡面的對話 都非常雞歪 你知道 你我記得你 不是那個時候 每次他 我說我們我們復仇者聯盟 然後史詩就在那邊吐他吵 你是復仇者聯盟的人嗎 你不是吧 我記得你本來是他司機啊 我說沒有 然後司機以後 然後變成他 然後就開始講他的經歷 然後我一開始是司機 後來我很快的就成為 他的那個什麼 保全啊 鋼鐵人的保全 然後接下來就問他說 欸沒有 我記得你在當司機之前 你不是 欸 然後 然後 就要趕快 阻止他 但是你要有看過才知道 對 我也老實說我也不記得了 我是 欸最近那個時候看完 又想說 我想要回去回顧一下 把迪士尼普拉斯打開看夜魔俠 欸 Happy 又看到你啊 怎麼 然後你那時候跟夜魔俠是好巴吉啊 你知道嗎 所以他那邊有稍微在那邊鬥了一下 這樣子 好吧 Happy是貫穿 Happy不只是NCU角色 他還貫穿福斯電影宇宙 福斯漫迴 所以 本來還是星際大戰那個 曼達洛人的導演 對啊 你知道嗎 所以Happy很好請 你知道嗎 搶法部落很好請 人家還是獅子王的導演啊 你知道嗎 超忙 這是肩超多的 你知道嗎 好吧 誰能想像得到 本來一個那個什麼 演美式足球員的演員 然後現在 那個時候還在 還在六人行裡面 是那個什麼 富商 你知道嗎 首富欸 是首富 是Monica的男朋友啊 征服資訊界要征服格鬥界 你知道嗎 我在打殘了 對 我的危險啊 那個什麼 我的危險半徑 好吧 好吧 就是他 那個 強法附落有 強法附落宇宙啊 你知道 他自己本身 涉獵太深 你知道嗎 OK 好吧 那 不過 這是一部好片 我個人也希望 他能夠拯救整個電影界 行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他在短期內 應該真的可以啦 你知道 因為你知道 他的強大的程度是 那個旁邊的人 紛紛退避的情況 你知道 有一部有時候一部電影會不會在這邊 在這個禮拜席捲 席捲全球是我們都可以預期的 因為他在預售票之內就已經被一想就被搶空了 然後他在這之前的那個什麼宣傳就已經讓你覺得這是一部超大電影 而且這一次哇 他置入的東西超多的 是啊 沒有 我想講的是 在過去 片商所投入的宣傳費用已經大到了那種 你一部電影 其實我覺得這有連帶效應啊 在這種連帶效應下 電影會變成一個非常潮的東西 你知道嗎 你就算只完完全全宣傳漫威電影好了 連帶的 DC 超級英雄電影也會被影響 然後連帶的那個什麼 非超級英雄電影的動作電影也會被影響 但是 你把這些東西撤掉以後 然後整個電影就會變成大家都沒興趣的東西 所以 有的時候宣傳的那個什麼是強上加強 老實說 在去年是有一個 這樣子的案例 但是他們當 就是巴本海莫 對 可是很不幸的巴本海莫 只能夠帶到巴比跟歐本海莫 巴比跟海莫 那個不可能的任務帶不到 你知道 對啊 然後他們後面的也是沒有 對啊 他沒有那個共辦 他的那個共辦效應沒有辦法持續那麼久 對 然後你看我們的 這幾 今年的那個好幾部 我們覺得心該要強的電影都是 都空包了 老特技玩家 然後那個福利偶殺 都 可是我觀察 來講的話 如果以數其檔的話 整體的話 目前看來 是有比去年要好 因為 比如說 前陣子那個 那個是什麼 那我先幾轉 我先幾轉完 我賣的 比 大家 預測的要好很多 然後龍捲風 也 比 事先預測的好 這就是 這就是 這就是看有沒有辦法 你知道 因為他需要一個連鎖爆炸反應的那種味道 對 你想要讓電影重回大家平常娛樂的 娛樂的那個常態 你知道 我自己是覺得還需要再更多 對 那後面還有幾部是我個人很有興趣 但是我並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辦法 被帶上就是大家有興趣進去看電影院 比如說像是那個 像異形龍 我個人相當期待 那 對 我也覺得他應該不會差 因為 那部片事實上是由那個什麼鬼玩人的 導演 導的 你知道 我上次看鬼玩人的感覺 哇 真是有夠恐怖 就是 那 有這樣子的人來拍 來拍疫情 那乾 應該很恐怖 你知道嗎 對 也就是說 你知道他可能在抓那個觀眾裡面最 最 最 癢的那一塊 因為以前的疫情事實上他是恐怖片 兼哲學電影 兼哲學科幻片 對 但是呢 呃 在那個時候 因為是雷利史考特處理的 那雷利史考特後來想要當導演 在在拍續集的時候 他變成哲學7分 然後恐怖3分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 可能就不是觀眾想要的娛樂 對 後面兩部票房有點狂 對嗎 那那個時候 所以現在 他現在那個時候 雷利史考特可能退軍 退到後面去了 就是那不要老人講 老人講哲學 沒有用了嗎 因為他自己還想再做第三譜 但是是 就是這個東西沒有成型 然後現在由我們的那個什麼 那就是 他就是要完全賣恐怖給你了 對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那就是他已經完全貼近觀眾的純娛樂了 對 那有沒有希望 我其實是希望他能夠成功了 要不然疫情要完蛋了 這個已經孤注一指了 你知道嗎 我還在看那個訪談 那個導演說 他在交這個東西出去給 那個什麼 雷利史考特的時候 他其實很緊張 然後他還說接下來雷利史考特說 我能說什麼 你他媽的做得真不錯 然後就 我幹好啊 能讓雷利史考特低頭 唉唷 當然他有可能是 為了那個什麼 為了賣錢商業的面子 然後講了檯面話 對 不過你知道 要讓雷利史考特 講出這番檯面話 我想應該也不是很容易 你知道嗎 你還能夠再拍一下 我是覺得雷利史考特說 你做得還不錯 已經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這是一個自視聖高的人 不是卡麥隆 卡麥隆什麼都說好啊 卡麥隆超愛講的 我們每一部片都說 我在這部片看到我本來原作的影子 幹 然後打了 然後下一部 我覺得這部片比較接近我原作精神 那媽 你的那個魔鬼獸接著 不知道講了幾次 你知道嗎 第四集這樣講 第五集這樣講 第六集還是這樣講啊 你知道嗎 好吧 然後看你 不過啊 我剛剛要講的那個 要補充幾米 講的那一段 他講雷恩雷諾的那個什麼 對於史詩這個角色的綁定這件事情 我覺得 萊恩雷諾斯大概是 在這一波巨星裡面 對於自己的固定人設 抓的最 最用力又經營的最用心 對 如果你要講那個什麼 把人 人設跟 就是 漫畫角色人設跟自己被綁在一塊 一開始 這一個形象最為明顯的 在這 近幾年來應該是小蘿蔔道尼 對 那小蘿蔔道尼顯然不是生意人 就是應該說 他可能本身也會經營一些東西 但他顯然他 你看他最近去拍奧本海默 你就知道他其實 更prefer他自己在 在那個什麼表演上面的 自詩他是演員 對他自己 他自己把自己定位為演員 但是 萊恩雷諾斯 萊恩雷諾斯也是演員 但是我覺得萊恩雷諾斯 那個時候把自己定位為製作 製片 他自己自製 就是他會自己跑案子的人 然後有一個 會自己寫劇本 我其實覺得他在拉美一盒這一塊 才是其他明星可能真的不會自己去做的事 然後在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他反而比較接近那個 像西威斯史特隆這樣子 然後西威斯史特隆他會 其實阿諾也會 就是你知道阿諾他那個少 雖然阿諾可以演很多別的片 但是你知道阿諾可能一直都 一直立足自己去演魔鬼終結者 魔鬼終結者顯然是 就是T-800這個角色 對 終結者這個角色 事實上跟阿諾是完全綁定 但是阿諾會帶著這個角色 去遊說然後去去那個什麼 去完成一部片 雖然在第四集之後就不是 但是在第三集的時候他是這麼做的 然後 史赫龍呢 他是會把藍波跟洛基 一直跟自己綁定 洛基是根本就不用講 洛基就是他寫出來的東西 所以他絕對那個少 洛基的接下來的故事是怎麼樣 他就是會非常 他會把自己綁在上面嗎 但是萊恩黎諾比較特別是 史詩一開始也不是他創作的 對吧 但是他很努力的 讓史詩跟他的身份重疊 要不然在這之前 萊恩黎諾其實就是真的是一個 長得很高大又可愛的演員 就是他在那段時間 愛情三選 在愛情三選一的時代 我最認識他的年代 可是在這之前 現實篇 對但是他在演那個什麼 Blade的第三集的時候 我老實說我覺得他很 我覺得他很沒有明星魅力 就是這個時候的他 我覺得我看不到他有什麼 我非得看他的原因 對那所以在那個時候 他是屬於一個喜劇愛情演員 他知道死事 對但是他當他得到死事了以後 你可以看到一下他有非常努力的經營這個東西 而且我真的覺得他自己親自搭妹合的案例 更是讓我覺得不得了這個 這個消息還是我從側面而得知的 你知道當死事上的時候 然後 我們米田共啊 突然間跑來跟我講話 然後 我想說你怎麼會對死事山有興趣 為什麼 因為我們米田共現在是那個什麼 迷韓團的小妹妹啊 你知道嗎 他喜歡的那個韓團是幫死事山唱 唱主題曲的 對然後但是呢 你知道因為他是在迷這些韓團 所以他就會告訴我那些韓團的內幕 你知道嗎 什麼內幕 跟萊恩就是這個韓團跟萊恩雷諾斯 事實上是有交情的 然後有什麼交情 事實上那個什麼 就是在那個什麼 萊恩雷諾斯去韓國的時候 有跟他們合作一次這樣子 合作幾次以後 對但是呢 他說 那個時候 他們也沒有想說 會跟萊恩雷諾斯再次合作 是萊恩雷諾斯自己來找他們 邀請他們跟死事合作的 我那時候想說 哇幹 萊恩雷諾斯真厲害 你知道嗎 你覺得 應該是說 他跟韓國 其實以死事啊 萊恩雷諾斯跟韓國 然後娛樂圈的關係 怎麼樣應該想 也應該是死事比較大吧 對不對 如果是韓團 特地去聯絡萊恩雷諾斯的話 我們覺得好像比較不容易成功 對吧 可是萊恩雷諾斯特地來聯絡 韓國的團體 然後 那個時候 來他們的那個什麼 唱歌 然後還是可能在裡面 串一腳之類的 聽說後來沒有成啊 沒有在裡面 串一腳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MV裡面 這兩個那個什麼 修傑克曼跟那個什麼 萊恩雷諾斯 死事跟金剛狼在裡面 一直不斷演額外的戲 在裡頭 在那個 就是在那個什麼 在那個咖啡 在那個早餐店裡面聊天 然後什麼的 你就可以知道萊恩雷諾斯 會主動去聯絡韓團 一定成功啊 對吧 他說那個時候 韓團這邊受寵若驚啊 覺得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很崇拜他們 夢想想都想不到 會在這裡面出現 當然 答應全力配合 你看 萊恩雷諾斯 他已經貴為那個時候 好萊塢的那個時候 錢幾把交易 他還親自去牽線 所以光這一點 就會讓人覺得他這個人很厲害 你知道 他其實是 應該是說我覺得他可能從底層 就是他從很不容易拿到這個東西 然後到現在 這個狀態 但是事實上他並沒有忘記 他當時是這麼的不容易 所以他其實有這一個 有這種那個什麼 有這種地位跟勢力之後 他還親力親為的去拉 這一點其實是讓人家很佩服 因為以他的這樣子 那個如果還願意做這麼 以他的現在的地位跟階級來講 如果他還願意做這種努力 他一定會成功 讓你去 你去 你 應該是說 以前是弱的要去拉 勢力比較弱的人想要跟強的人 合作 現在是強的人 主動去找 別的地方的人 然後來增加自己的影響力 那他當然很容易就成功 這一點我覺得萊恩雷諾斯應該還會在 還會再希望個幾年 以他自己本身的那個什麼 他的行動力來說 跟他自己 你要講與尊降貴嗎 像他之前史詩第一集的時候他來台灣 大概就是從他那個時候開始創立的那個什麼 明星到處打卡跟那個什麼 到處製造社群效果 大概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然後你可以看到修吉克們來也這樣玩 就到處去夜市吃東西 展現親民的一面 我還有收集他的訪談的那個 你知道我還吃了雞心 很認真我吃雞心 台灣人不是很在乎 那個什麼明星來吃了什麼 就他們兩個非常配合的說我吃了什麼 沒有像盧貝聰這樣子我不喜歡這個問題 你知道嗎 人家懂台灣人 就知道這些local man喜歡什麼 你知道嗎 就配合他講話就對了 這樣能夠賣票錢都好 你知道嗎 台灣人就最喜歡補乾淨啊 你知道那個時候 讓我覺得你喜歡我 我就去支持你啊 對不對 你吃什麼 你吃什麼 不管你拍什麼 我不是很在乎你拍什麼 你吃什麼嘛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吃臭豆腐 你知道嗎 你要不要吃雞排 有沒有吃珍奶 你知道嗎 台灣人最在乎的就是吃飽味 OK Alright 想到我那個在那個 那個什麼歐美影師那邊貼的那個 我看到人家演員真的 那個在訪談的時候 聊得開心是什麼樣子 都學一下好不好 好啦 不是台灣這幾年名字是有開的 就是畢竟 我覺得那個少 已經比以前好很多 就是去訪問派奇克史都華的時候 去訪問雷蒂史考特的時候 他們問的這些問題都讓我覺得 哎呦 好啊 好啊 這些導演跟這些演員有任 就是你給了他丟了給他一些問題 他們很認真在回答 讓我覺得你這段訪談 畢竟是有墨的 有墨水 而不是胡說的 而不是在那邊 那個少 在那邊 剛剛認識啊 那個少 台灣很棒啊 台灣No.1 你幹 很空啊 很空的東西 我貼的那個就是 那個主持人反而要反過來 叫那個邁特 我們得進行下一步 這個我們之後再聊 好吧 你這時候叫做演員能夠聊得開心 好吧 以前那個少 有幾段社群很可愛的部分 我都覺得很好玩 像那個 有的時候反而不是電影好不好看 是他們反彈比電影還好玩 像那個 自殺突擊隊 自殺突擊隊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訪問 就是那個 我們的魅惑女巫 後來他去演那個 盧貝松的電影 但是他在那 我很可惜 他 他長得很漂亮又很可愛 你知道 而且很大膽 你知道 那段訪談是什麼 奶頭 對我有個奶頭探測儀 你知道 然後旁邊就有 小丑女啊 跟那個什麼 現在我們那個 那個叫什麼 卡塔娜吧 卡塔娜 就是 現在是在演那個什麼 The Boys裡面的那個什麼 對啊 那個 KIMIKO 對 他很可愛 我覺得在那個The Boys 才可以感覺到他可愛 不然在這之前 你都看不到 他就比較引國啊 對 就是他臉照拿掉 那時候我也不太認識他 然後那個時候 魅惑女巫就在那邊 我有奶頭探測儀 然後在旁邊有兩個女生 然後來來來 那個時候 來來來我來抓你奶頭 然後想哇幹 這也太限制了吧 對 怎麼這麼臉紅心跳 然後訪問他的女生 訪問他的那個主播 也被抓奶頭 然後就 欸幹 這段什麼好笑 對 我就覺得欸 玩得好瘋喔 那一瞬間突然間 我們很少看到 幕後花絮的娛樂性 這麼強的 你知道嗎 但是那時候 就是要抓到這一點啊 你不能 不是在那邊空泛的 講說這部電影很好看 歡迎大家來看 你的幕後花絮 跟訪韓 本身就要帶有 社群娛樂性 你知道 這樣子觀眾才會覺得 我獲得的東西 你知道 你不能夠 你知道 再一次跟台灣的 我們的那個大和居製作人 你要先帶給觀眾娛樂 然後他們才會認同你 你不要先跟他們說教 快去看一下 HBO最近的那個 那個 的Youtube 對對對 你要看我們的龍男孩 龍少年 伊萌跟伊格在那邊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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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你知道嗎 本來就覺得他們 的角色很討厭 突然間覺得 他們還蠻好玩的 對 OK 這個時代本來就是社群世代 社群世代你就是要製造 讓這些角色那個什麼 能夠獲得 讓觀眾 讓網民人獲得 額外的額外的那種娛樂 你知道以前那個什麼 復仇者聯盟世代就一直是這樣子玩的 你為什麼會喜歡小蘿蔔道尼 你為什麼會喜歡鋼鐵人 絕對不是因為你常常在電影裡面看到他 沒有他幾年才一部電影啊 是你平常在社群就常常看到他那邊講幹話 你就覺得他很好玩 然後他們拍了電影你還想進去看他 對你要增加接觸度啊 這一點我覺得他們應該都要知道 只是說他們以前可能比較有資源搞這個 他們後來再刪減資源 然後或者是覺得自己好像給 給大公司賺太多了 然後自己要收益就會開始 就有問題了 對 好吧 差不多了 時間好像已經很晚 4點3點4 我幫他講一個鐘頭 好啦 4點了4點了4點半 明天那個什麼 我明天還要去看女神 明天要去看女神 明天要去抽血驗尿 對 好吧 那就先這樣 血壓藥啊 對血壓藥 那個 好啦下個禮拜有什麼 龍族前傳 龍族前傳 龍族 有圈套 圈套 圈套 好 看看下個禮拜有沒有 那圈套其實是一部有趣的電影 對 到目前為止 沒有還沒看啊 喔 就他們還沒有那個 就 目前還沒有通知 8月1號吧 快了 對啊 好啦 我們接下來就知道 喔 對還有摩托車 哈哈 湯姆哈迪再次出現 喔 OK 好啦好啦好啦 那就先這樣子喔 晚安 然後各位 Goodbye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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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見 六個 五個 五個 六個 六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